病毒 好,我們繼續開會 痾! 痾...今天 跟我檢討單位是衛生教育社會警政 衛生局有沒有心境的科長,有沒有? 我們是更多的科長 中議長,勞科長 好 教育處 报告主席跟各位议员 教育处在7月1号成立了课程及专业发展科 目前的科长由副处长站在 社会处 警察局 报告主席我们督察长还有四位分局长有异动 我介绍一下我们督察长林清静 原来是我们警察局的主任秘书 那我们台东分局长陈英邦 那关山分局长陈静生 还有我们成功分局长吴吉强 跟大午分局长郑英聪 好谢谢 因为今天议长跟我们很多议会同仁 很关心这个食安问题 所以很多议员都去了解这个食安的问题 台东分局长 你是不是 暂时过去 有量数一下 可以的话就请副分局长来一下 好不好 好我们第一个工作检讨的议员 当你坐在这个高位这个位阶啊 是做一个警察的模范 你无论怎样 你台台等的期限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 好好照顾你的保守 这是我给你要求的 过来的就是消费地安和交通的部分 你把它做好就好 我相信这个团队在你的代名是什么 一定会很好看 你的人当我给你要求的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我们要全力努力的 因为警察的工作吼 跟一般社会不一样 有很多知知节节 细细节节 很多很多的事情吼 你都要用心去了解 你了解说这个团队在生活中他失去什么 你知道警察最欠缺的 他世气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 你了解吗 大概是他们的勤修 这是修假哈 我到看我跟你有不一样的解决 家庭温暖 你认为呢 这个也是必要的 因为这个是人生生活的必要 有的在台湾啊 家里高雄 有的在台北 那种新细的家庭 还有一个资产上的一个冲突吼 情细上 你都要安抚他们 请做 好 感谢你哈 那个 那个社会主 因为这个债款啊 我现在问你吼 也比较富裕啦 因为这里面吼 政地你都知道 政地那些手 黑黑草草 你知道吗 看我啦 你看我啦 你不要这样 一直到 你这样的心 你就是这个 替兵建庭 基督 这样不要啦 哦 要做派台事 让他去做啦 这边 各地的 赠材款 走数量多少 您也只能是 捐款的 对对对 各地捐款 三千人士哦 三亿一千九百多 那我再请教你 三亿一千年里面有什么 什么去 拿去什么家的 什么 理性的贷款 那是什么 哦 那个目前你是父亲啦 是那个 農協储家 那个财政处 那两个单位 我告诉你啦 我告诉你啦 你通常要清醒 你很大胆的 跟官長说啦 災损的部分 農委会 中央单位 他会处理啦 你災损 不管是银行的 滴滴贷款 隆尔会会有颁布 一个基本的条文条件嘛 你为什么拿 盛款来补贴这个呢 把混淆视听呢 不宜啦 所以说我们在说 这些债款就是 专款专用的道理 就在这里 你今天债款 各地上新人士都在看 驾富十万 你再打坐一千五岁 你这个习惯 跟健康家庭 那个坏习惯是一样的 健康家庭我告诉你 他在被检察官起诉里面 就是有开例假发票 这个我讲我负责 他起诉的内容 就是因为有假发票 那你赠灾款的东西 我一直在给你要求 当然我又惊惊 你曹建秋 是好人 我这个人 我孙悲 你不要忏悔啦 你问那一个人 这样值得吗 不值得 你给依法行政 给依法行政 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就好 我们讲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 你尼泊特台风 你今天多少赠灾款 不管 你应该向前国 有同胞 感谢之以 用一个独立的专户 这个独立的专户 就不参查任何的一个议题 一个行政的 一些把它捆杂了 还把它放在什么工彩里面啊 还有跟什么都放在里面 缴获了 所以我告诉你 你资料也没有 你不得了 以前我们台南部 重创一个八八风灾 这个明天啊 我再把它好好 把它秀在上面 给大家看 我现在用甘子弄手 给你报告 那也顺着要有台南人知道啊 在八八风灾里面 总共有两条钱 开格不门不拔 警察教练 你请主委听一下 局长 你不用你坐下来 我讲给你听啊 黄县长的坏事情 我都讲给你听 你不得以前的八八风灾两条 两条一条 两百几万钱 六百几万 我还要知道吼 我会把它秀在这个大萤幕 让台东人看清楚 那两条 都要多少八百几万 心灵辅导 和心灵改革 我认为这两个台南人是什么人 去办心灵改革 如果要改革 我相信教育处里面 有很多点点滴滴要改革 丰田那个校长的故事 那个故事 那个机长 那个校长 那个勤述的故事 你知道吧 解决了吗 丰原国校嘛 对啊 那件事情你知道啊 你有介入啊 知道啊 然后最后呢 蝴蝶双辉 现在就是解除校长的职务嘛 为什么要解除 他没有错 为什么要解除 他有错吗 主要是因为他的 那他也没有错啦 你认为他也没有错 他在校园里面 本来就不应该有 校园的暴力事件啊 那哪有暴力 那如果要讲暴力的话 你要尽量去查 教育处里面还有一个校长 现在是不是涉及贪图 被起诉 是 案了没有 还没有 那个按钮是怎样 你大概讲一下 是贪哪一条 他主要是检察官依据 贪污治罪条例起诉的 那你认为他是无辜 还是应得有罪 报告一员 这个就交给法院来裁决啦 这叫做良心 任何事情 我们在大会上 有很多事情都不予探讨 我明天再好好跟你谈 教育的东西 教育召集人 既然你们一让午餐 要涨价 也不通知的呢 不简单 很伟大 你不要有一天时空转变 我先跟你们讲 我先跟你们见过 当有时空转变的时候 你两个台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痛 你今天几打几要买装备 买武器 买车辆 要打几犯罪 起码他会送到议会来讨论 来审查 啊有什么问题 我们买比较精装的 未来修复比较安全的 比较 垂手可得的零件 你们不是呢 你先用营业服装 你给他涨价 你说要给孩子喝什么乳制品 乳制品是最容易 腐费 最不容易保存的东西 你既然假借乳制品 要给孩子喝 报告一员 这个不是事实 啊 这个不是事实 好啦 那你们涨了价之后 厂商有受费吗 没有啦 最后你自己去看看 最近这一年来 菜价是怎么样的价钱 你们先自问就好了 你不要把这些孩子 当作说白痴白痂漆的 他的亲家存出来 他们有餐没吃 这些流向都可以 社会处长 你说妹给他看一下 看他的脸 看表情有没有不一样 孩子请假哦 那些他们有餐的结育款呢 流向呢 处长 报告一员 孩子的请假有两种状况 正常请假 正常请假 当天请假 那那个菜已经煮下去了 那是不能退退的 对当天请假的呢 如果他是前几天 就已经跟学校请假的 那个绝对可以退背 什么时候退 什么时候有退 你退回去 你退给谁 学习起诉的时候 去做结算啊 真的有吗 有退吗 我会了解 你现在马上说 你不知道 没有退 我没有去 他没有说不知道 官员是哪一位 来 阴阳五川 车站起来一下 那个这位小姐 不注意呐 你好 老早 你好 你好 你有午餐有在退吗 学习结束 可以退给家长了吗 有事先请假的 有退吗 你 坦白讲 有还是没有就好了 跟我们修长讲一下 我们回去会做个了解 你还要了解 你在主办 你还了解 你有听着 在主办的说要了解 没有退 没有退 以后我跟这个营养武餐给社会处来办好了 你看 怎么样 小长 曹处长 你干什么 你没要退 那是校园的 哦 不要这样做 小长 买就做真的 你营养武餐 你学生请假了 两三天前请假了 学生国中总共学生数多少 多少 目前是一千 一千三百左右 一千多少 一千多少 一千七百多人 你也不知道啊 我记得时间很多 因为都没人问了 你不要这么做 跟你说的监控 我希望你怎么听得下来 贷款流向不明 还有什么心灵改革 一条头 六百几万 台湾已经没政府了 说的没人要听人 这说的台湾听就不 那个 这位主 我三秒 我等一下再 再 好 谢谢 林三天林业 我们接下来请张全新兰 審查时间十分钟 该一个人在问啦 谢谢大会主席 那各位局处长 还有承办科长们 大家早安 那首先本席要请教我们警察局 黄局长 局长早 早 在此本席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警察同仁的辛劳 那就我们海端乡以我住的地方来看 其实这次从七月份的丰灾 我们都可以看到 当我下去部落去看灾的时候 常常你们警察同仁都是第一线 甚至还比我早要到达比如说落实的地方的现场 那我想说这样子非常努力心情的付出 真的本席非常敬佩 那我想如果有加上黄局长的勉励的话 应该也能够提起他们的事迹 那局长您认为呢 这对于我们同仁的努力 那我都立即办理及时奖励 那其实在这个封灾以后 我就请各单位 就是提报我们实际出力的人员 我们马上给予续讲 那可以表扬的话 我也都亲自去跟我们同仁做表扬 我只希望做过鼓励的方式 鼓励的方式能够提起他们一些事情 那我想这当然是就如我们局长所说的 因为像我们尤其是南横路线 我常常看到很多警察同仁 路不通也是就直接用走的 走到那个我们服务的那个机关 那我想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态度 真的本席非常敬佩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台中的 所有警察同仁的努力和付出 那再来本席要再请教是 有关我们台九县339公里处 那也就是我们辖区海端乡加拿村的部落 这个部落要行驶到我们台九县的这个出入口 其实加上它的整个地形因素 真的容易造成一些车祸事故 就今年来说已经有两场事故 其中一场 其中一起事故就是因为闪避不及 然后追到那种前车 那导致前要行驶到我们加拿部落这个车辆 就不幸撞到电线杆 那不幸这么大幸事人员还算是轻伤 那是不是能够对于这个部分 我想说再请我们警局来预协助 那局长您认为呢 这部分其实在每一次发生比较重大的车祸事故 我们都会请我们交通队配合相关的路权 不管西关到现地去做勘察 把相关的把他做交通公司的部分做适度的改善 那这部分我们会积极的在向我们公路区第三工程段来做建议 是因为就我了解 其实那个路段本来原本是一个红绿灯 那后续或许是一个相关单位会认为说 如果驾车红绿灯因为那边有高低落差 也容易说造成尤其是北上的车辆 看不到红绿灯 那如果行驶速度过快也容易造成追撞 所以目前是又改回为那个闪黄灯 但是你看改为闪黄灯之后 其实今年事故还是有发生 所以本席这边还是说 能不能建议看看我们相关单位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说再改字为红绿灯 那如果真的变了红绿灯的话 或许在桥比较南下这个路段 我们能够架高一个警示 让他们能够了解 那如果真的会看之后 我们相关群的单位觉得说 如果架设红绿灯有困难 那我想再请我们相关单位再好好研讨看看 因为这个路段真的是有必要去做改善 这部分我们尊照西眼的提示 还是要请我们相关单位 因为毕竟这也不是我的专长 那我也是把我们乡民的建议 反映给我们局里面 那也希望你们能够采纳 然后去用你们的专业的判断 来做一个改善 再麻烦局长 我们会办理一个会康 打开营造会康的结果 我们再跟一座来报告 好好好 那再麻烦局长 那第三 不好意思 第三点 因为在两个月后 其实明年的一月 也就是我们农历春节的时期 那感谢我们同仁的协助 那今年在春节的我们交通管制路上 都非常的顺畅 那明年再过两个月 就要开始放假了 那本席是针对说 我们海端村 要进出台九县这个入口 因为它是没有任何标志 也没有闪黄灯 也没有红绿灯 什么都没有 那有村民就有跟本席来反映 尤其是当那个车辆 真的是比较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村民要 譬如说要往关山 有时候在那个入口 就要等上15到20分钟 我想说这个部分希望能够纳入说 明年你们做村安交通工作的时候 能够纳入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 如果说是情况而定 如果我们车辆真的很多的话 能不能来做 再给我们海端商的乡民来予以协助 这可以 我们就是纳入我们明年 村安工作的计划里面 有关交通疏导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地点列为重点来执行 是好 那再麻烦局长 好谢谢局长请坐 那再来本席要请教我们教育处处长 县长 县长 那感谢 其实您对于我们海端商的整个教育的付出 那本席都有看得到 那乡民也非常认同 那在此还是要感谢我们局长 我们教育处处长 再来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有关于我们教室超编制的问题 我想这个事前我都有跟我们刘处长来做讨论过 那是不是可以请处长来稍微先说明一下 目前针对我们台东县我知道有分国小幼稚园的超编办法 那还有我们国中就是有专任教师的部分的超编办法 超编的那个办法来请处长先稍微给我们说明一下 好 县员针对国中的部分 因为国中是分科去进行教师 所以在国中的超儿教师的处理上面 我们一定会先就区域性 相跟临近的乡镇先去做媒合 能够让老师能够顺利的到附近的学校 那我想请教处长 有关这样子的你所谓的事前先做媒合这样的协调会 大概都是在每年的几月 都会在五六月那个时候一定要完成 所以五六月今年还是说我们可以请承办科 给我们一个明确时间 往年还是 明年还是会在这个时间点进行 因为他会有几个动作的必须要做 第一个是我们明年的话要先解决实验教育学校的 老师不愿意留在实验教育学校的部分要先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县内的教师的减班超儿的部分 然后接着就会是县内教师的自由调动的部分 所以大概在县内的减班超儿老师的部分 应该就是主要是以五月份为主要的作业时间点 OK 那就是最 尽可能会在五月份就会举行 那如果说有事情延迟了 就可能在六月以前一定会完成 原则上我们一定会在整个的作业开始启动之前 会公布所有流程的时间点 好 因为他还牵扯到那个县市互调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所有老师的权益问题 就还有县外调动的问题 对对 好那本席这边还是说 希望我们局里面在教育处里面再多多帮忙 因为其实今年还是有一些教师有跟本席来反应 因为或许您刚刚讲的事前做媒合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想非常重要 也感谢你们真的有事前先去做沟通 但是沟通完之后 有没有把这个讯息很确切的带回去每一个学校 让每一个正式老师都能够知道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开了会如果没有让老师了解说 就像您刚讲的 我大致上有分科了嘛 那如果我现在确定说 假设要国英术要操编 我是不是要把这样子的讯息 要带回去给学校 让每一个老师 因为正式教师都有可能是操编的其中一位 这个我们会在教育处的网站上公告 而且绝对是资讯是透明的 是 因为今年的话 就本席来了解是有点 可能就有点出入 那我是希望说如果这样子的部分 明年我们明年在做操编的部分 一定要让每一位老师都了解 好 议员讲的应该指的是观山镇的博中吧 谢谢处长 那就再麻烦 一定要再 就是我要 本席要求的很简单 就是您所说的公开透明 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够了解 那如果了解了 当然事后一旦被操编 也不会有太多的误会 是 我想说这部分再麻烦 我们再出来 好 谢谢处长 处长请坐 谢谢大会主席 好 谢谢张浅 欣然张远 关于加拿那一段会不会 加拿过来的车辆比较少 省到车比较多 所以 省到车占用时间太长 红利灯才撤掉了 这个可能要问一下 我们交通队长 好 谢谢张浅议员 我们接下来请张正惠张远 審讨时间十分钟 好 谢谢大会主席 各位局处是好朋友 大家早 来首先我本席要请教 曹处长 处长 社会处 处长 我们补助低收入户 他的目的是什么 经济协助 生活福祝 还有呢 你就希望他不要陷入到生活的困境 基本上生活没有 光寡孤独皆有所样 不是这样啊 林兆农兵不是这样写啊 没有做到那么 不是 基本上你们是希望达成这样 对 对不对 本席这边有几个个案 他们也是这样 我先 简单的告诉一下曹处长 你看处长应该觉得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好 我有一个这个叔叔 打个比方 我平常照顾他 于是我帮他 我当然是可以申报抚养 可是我发现 你们这边 真正的他的这个 低收入户 平户啊 中低收入户的这个辅助比较多 于是我就撤掉了 我不抚养他 我让他去跟公所申请 不过就因为卡在我有申报 抚养他 所以新的年度不能列入批收入户 为什么会如此 报预言 因为那个是社会救助法第四条规定 不过他就说他其中有一款就是提到 就是说 那一个证报也会那个抚养亲属 那个款减额的话 他就不能取得那一个 就会算 他就会 那个抚养人 就会被列为 那个计算人口 加进收入的计算人口 那除非就是像刚刚你也提到 就是说 他 就是 不再把他纳入申报的 是啊是啊 那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我申报是去年嘛 不是吗 我今年缴交的是去年的 可是今年开始 却受到限制 他不能因为 我去年有申报他 因为今年申报是以去年的财经 对啊对对 所以他今年度就没有人管啊 他不能接受你的这个资助 因为有被申报过 可是今年 我就不要养他 因为他可以申你 如果我照样给他钱 那是不是我又要申报 那个有补救的方式 OK 怎么个补救 因为我们送了一件被你打回票 因为那一个是他要去补税 可是他没有去补税 这我刚刚讲过了 不是补税的问题 对 税是去年的嘛 因为我去年有支出 我当然可以报 啊今年我就不用缴这笔税 税不可能是一支 啊可是他今年没有人照顾 今年就 今年因为 今年的才能 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要驱减法令 法令的原意是希望 不要有人借这个逃漏税 可是他应该年初 他申报说 你就给他 切决嘛 如果他切决 还是申报他不要 你就重罚他 不就好了 不然他今天都谁处理他 方毕言 这个案子 我们也有寻思过了 因为这个案子 其实全国也不少 当然啦 当然 一定有很多这种 不过 目前寻思的结果 还是会是 偏向这样的处理 不是不是 问题来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方法解决嘛 我刚才有建议过 本席有建议 我们需要用切决的方式 万一真的 他就申报 那我们就重罚他嘛 也加进一许都可以 可是你不能就 今年都没有人理他耶 有些用哪一个 其他的社会资源 去协助他啦 就位大哥 其他的社会资源 是什么意思 就把他包含政府的 那一个 那一个 他都不能列入了 还有什么 那个集团资助 还有那一个 民间的资源来协助啦 重点是 这些协助都需要有 具有列策的 中低收入务员 不见得 那另外就是说 他要解决 好吧 是的 我也不跟你争执这个 本席只是建议啊 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请大家回去 想一下 处理一下嘛 因为不只是只有一件 有相当多的个案 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以为 我们依照法律 不能不能 其实这个在时间上 是有问题的 去年跟今年 怎么可以都比较 那么今年都一整年 他的亲属不能接近 不能不能 不像以前 我可以申报 当然我愿意啊 为了他的权 因为我今年都不要 不要理他 政府也不理他 不就饿死了 因为这个也不是只有 这跟你的原意 就有差了嘛 不是吗 其实每一个 执法的人哦 处长 公务人员是 依法行政 我非常清楚 但是 法所不许 我们不做 法没有规定 你可以思考 怎么解决嘛 他没有禁止嘛 好不好 处长 我们可以仔细 商量看看 我刚刚已经建议过 我觉得不是不能做到 而是看你要不要突破 不然就把政策 叫来 大家来解决嘛 有突破方法 可是那个个案的 那个当事人 好啊 OK 那好 处长 你同意说 有个案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就 回去我们再聊聊 看看 好不好 好 我是提醒处长 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啦 他是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出面 那个当事人要出面 好 好不好 OK OK 好 谢谢市长 请坐 来 警察局 黄局长 局长 刚到 会不会觉得台东很辛苦啊 不会啊 还好 台东 治安不错 但是 警力不足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对不对 是 据说 上一次我们申请替代役 才五位下来 这是杯水车心啥 还是跟 根本是 测不上我们需要的人力嘛 对不对 出场 合理的这个警察跟 人民之间的人数比例 应该是多少 比较适当 我们看台东现在 假定我们有一千名园警 我们有多少园警 目前九百二十几 好 假定是一千名给你 我们有二十三万的人口 这样比起来 你觉得多少人 一个警察必须要管多少人 与政党数学快一点 多少 两万 这样是一比二十嘛 是吗 你确定吗 哪那么多 一个人管二十个 这个警察多好干 我们总共二十三万人 一比两百三 是吗 一比两百三 这样的比例够不够 应该是 还可以啦 应该是可以啦 还可以啦 以你在高雄市的经验呢 高雄市有多少警察 因为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问嘛 高雄市有多少警察 高雄市有六千七八左右 要管一百五十万人 显然台东的警察很多 是啊 但是他这个不单纯是只有人口问题 还有包括面积跟对积特性的问题 嗯 我要的就是这个 因为台东很广 他比高雄市还大 虽然他是人口密集区 就是因为这样人口比例的不一样 实情的方式也有不同嘛 是 因为你的重点不一样 是 北高台中可以成立快打部队 台东不需要吧 但是还是 我们还是重点时段 还是会适度的去编排 那应该不是快打部队啦 你们是希望提高舰艇 因为我们地区广阔 偶尔有警察经过 老百姓怕得要死 所以我们治安很好 是这样吗 没有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是看 这个时段的特性啊 那因为我们在市区里面 难免会有一些 那个 喝酒的营业场所 那喝酒的营业场所 有一些都是纠纷 那纠纷有时候我们 局部的警力 一两个人的警力到现场 可能 在这个压制方面比较有问题 所以我们在重点时段 我们会弹性 適度的去编排 我们的快打部队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市区一样 那么大 庞大的警力 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局部的警力做适当的组合 局长我之所以提这个 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台湾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警力 他不一定 只是说我们执请的方式 我们用怎样的方式可以做得更好 过去我们每一个部落每一个社区都有派出所 山区啦 是 现在对裁设很多 但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填补 这个警力的空隙 或者是说 比如说安补我们自己同胞的这个信心 对治安 我想局长可能这个方面要再多多多多努力 这个我们会去做评估 好好不好 是 局长请坐 好谁去坐 最后问一下教育局 下一处 刚刚我们林大议员所提的 希望处长能够放在心上 这个一样午餐没有来 你们是怎么处理 好好的告诉更多的人 免得有这些误会 我们确定是上个月 你要有请假的 在下一个月就一定会办退费 就以刚刚林医院长的新生国中就是这个样子 是 你不觉得退费很麻烦 应该是 我的想法是说 正在经济学的立场来讲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累积的 他可以做其他方式的处理 反而更恰当 不然你每一次这样处理 我觉得不只是增加你的行政 事实上如果大家要这样计较的话 他吃多吃少怎么办 那个包议员 不是很长的时间 因为营养午餐 就一天没有来吃 只要没有执行的 那一定要还给学生 好 如果这样就好 希望能够 告诉更多的这个乡亲民的误会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我们 接下来请林丑岸宁远 刑导时间 十分钟 谢谢大家 主席 大家早安 早 本习乡就叫于检察局局长 局长 这个是台东县政府 在105年5月10号 所来的一个公告 局长我在这边公告 讲述一下他的主旨 也就是台东市区 及台11线 砂石车及混凝车 周日进行管制 我想这个是砂石工会 他们内部的一个会议 希望说这个能够在礼拜日的时候 为了行车的安全 及本县的观光的需求 那么尽量就是在这个时间 那时段内 因为我看他有很多 比如说市区里面的道路 他有很多的 这个从台11线的全段 还有这个北端72.5K 一直到南端178K 都是管事 礼拜天 那请问局长 有没有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有 我知道 局长 我们这一份行 这个行政的公告 有没有发文给各个分局 或者是交通队 有 我们都有发文 有 但是现在目前有一些民众 反映说 这个在台11线 这个 还是礼拜天有看到这个 砂石车和混凝土车在通行的一个现象 本期这边 这个请局长 是 特别能够 是不是能够交代我们四个分局的 尤其是台11线跟市区的 是不是就这一个 所规定的 能够特别的交办 让他们不要再有这个情形了 我相信这个是杀石业者他的好意 也不要让有些部分杀石业者有这个侥幸的心理 你说啊 我都在塞 你没塞 我手 背变得大家都在塞 变成这个 需要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 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持续要求我们交通队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管制区线的里面的分局 加强来执行取缔座委 那最好 那麻烦你再回去的时候 在你们局务汇报里面 再度的要求 针对这个路段 你们有昨晚一个礼拜之后 礼拜天而已 是 拜托 也告诉这些 相关的业者 这个 这个时间是绝对近时 是 好不好 谢谢局长 来 卫生局局长 局长 本席在五月份 第三次定期会 曾经有召集所有的这个部分的议员 来对台中县来要求提案 那台中县制定这个食品安全自治条例 那局长这个事情有没有在进行 有啊 现在这个食品安全自治条例已经送上次一读会 是 是 还没有完成议吧 呃 现在有通过了吗 还没还没 还没有通过 是是 程序委委会送进来的吗 已经一读了 一读了 是 呃 每大的行政院晚上 礼拜四晚上十点四十 台东支啊 全国 所有的行政单位啊 必须 那个农粮署单位 好像十 呃 三场这三天啊 要办十场的公平会吧 这个你知道吗 呃 局长我想请教你 本身想请教你 如果这个 食 日本的这个 灾害 核灾的食品 进到台湾来 进到台东县来 我现场调查一下 所有人都要 表示意见啊 包括局长啊 所有的都 在座的 这个被许的都要 表示意见 如果你敢吃的 请举手 我相信没有人敢啊 你不敢吃的 举手 那不举的是 可以试上看就是了啦 放下来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子孙来讲 都是一个 这个隐忧啦 那 局长本身想请教你 如果我在提案 本席在提案修法 禁止 日本的辅导的食品 进到台中县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在 这个 我们食品安全 自治条例 我们现在吃安的 这个自治条例 正在草迷 正在草迷当中啊 所以本席如果在这个 会群里面 再一次的修法 请请你们修 这个提案来修正 这制条例里面 再次退回到你们 这个再重新修改 那将来 我们可能明定 禁止日本 门导出出的 这个食品 进到台中县来 这个跟中央的法令 有没有违背 对 对 现在其实中央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们 现在只能够从报章杂志得到啦 那刚才我跟您一言做这个说明的 可能有一点点误差就是 我们在一族会的 是那个 这个 那个营业卫生的 食品安全自治条例 我们目前 还没有吧 因为 因为 我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没有看到这个 有关食品安全的 是那个营业卫生的 那食品安全的 那食品安全的 我们正在草迷当中 就是我们现在 县武内部 正在做工夫当中 所以就像你的食品安全自治条例 还没有那个嘛 是 还没有零定 好 就假设现在如果有零定啦 你会不会把本席所提案的这个意见 给他列到提案里面 提到这个 这个自治条例里面 事实上是这样啦 我们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啦 因为我们这个 自己的自治条例 可以比中央定的更严苛啦 但是要我们县内 对大家要有一个 共识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就以法的立场来讲 会不会抵触中央的法令 法的立场的部分 因为我们还是要再研究一下 因为中央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坦白说 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 现在我是说 如果说假设他已经开放了 绝对要开放了 而且坚持绝对要开放了 那我们定这个自治条例 有没有防范的效果 本席的意思是这样 目前我们在定的没有 但是我们因为还没有送到议会来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去思考 我刚才本席在询问 征询所有意见 西乎所有人都不敢吃 慢慢举的人 像我刚才看到社会处长 曹处长 他慢慢举可见的他可能还敢吃 我个人是不敢吃 本席是不敢吃 那我也奉劝各位 这个身体健康最重要 其实刚才我为什么要问这个抵触法律 其实我也想到一个 即使我们定到自治条例里面 能够 比如说能够遏止或者是防止 这样的一个食品进到台中线 其实我也想到一个 像 局长你应该知道 本党的不当的党产 被高等行政法院裁决 这个管制是无效的 问题是 两家银行还是听行政命令的 所以你这个定的这个法律 知识条例 有抵触也没关系 对不对 那个行政法院的裁决令命令 他都已经不听了 那你定这个知识条例 如果明文的规定 那对台中线的宪明也是一个保障 这是本席给你的意见 好不好 本席在这次会期里面 也会提案这个东西 希望局长多多关心 我们这个台中线的宪明 实案的问题 是应该 就要请坐 谢谢大会主席 好 谢谢林崇瀚您也 我们接下来请 江金兽江远寻导时间十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首先我要求教育 我们 卫生局局长 台中线的整体施政 最不满意的是哪一项 事实上我们这个医疗卫生 没有错 就是领馆的医疗卫生 抱歉因为我今天声音可能不太够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台东的医疗 一直是我们施政上面最缺 平比最低的 其实我们坦白说 因为我们地处偏远 然后这个湖沿非常的广 交通非常的不便 那造成就是有很多的 我们一些专业的人员 很少就是进到台东来 他会显得非常吃力跟困难 第二个当然他是自己的利益做一些考量 主要的就是因为台东各方面的条件不好 是 医师考量到他的子女的教育的问题 这个也是其中的 他才不愿意来 这是他最主要的原因 是 可是台东马街 跟台东是有契约的 他是有责任的 他应该要要求他所有总院的医师 每一位都要能够轮流 在台东注诊啊 应该是要彻底落实这样一个政策才对啊 现在台东最大的问题就是 注诊的医师都是临床经验不足的 少数临床经验丰富的 来了不及一年两年就回去了 以至于我们台东人没有办法接收到最好的医疗 可是我们健保费也没有比台北市早 有没有 大家讲的都一样的 一样的嘛 健保费要涨 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涨 急诊 急诊我们要加倍 括号费要调涨 我们是不是也跟着调涨 有没有道理 其实如果从政策面来讲 因为抱歉这个是两回事 如果从政策面讲 其实上他这样分 其实他有一定的道理 什么道理嘛 这根本是台北人的道理啊 我是说从政策面 真正浪费医疗之眼是哪里的人 是医疗之眼最丰富的地方 找是医疗浪费医疗之眼最庞大的 我们根本是享受医疗之眼不足的地方 为什么要跟着涨 为什么还要他持续剥借我们 您有机会 一定要跟中央反映这样的心声 是 您要串联我们台东陷阱 有我台东的所有的立法委员 替我们表达这样的心声 是 我个人 个人真的很 觉得很痛心 我个人有病痛 我家里人有病痛 我们都不选择到外县市就医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 可是上周一 晚上七点多钟 我的家里人在我意识不清的情况之下 把我送到马街 去挂急诊 结果 一不凉血压二不测体温 叫我们等一个小时 什么叫急诊 局长 什么叫急诊 就是紧急救护 那要等一个小时叫急诊吗 那我去灌门诊就好了 跟一眼报告 因为事实上在现场 我们也没有在现场 我们不太了解说 为什么 我是最不喜欢去马街的 可是实在我意识不清 我被载去马街了 后来转到台东医院 血压掉在四十以下 经过三个小时之后好不容易 回升到缩缩压九十一 舒张压四十 医师本来一直要留院 但是我不愿意 所以这一个星期大家 全一个星期大家没看到 到昨天晚上为止 我的最高血压还是一百零九而已 今天早上我一两 有一百三十四 出门之前一百二十五 如果不是这样我不敢来开会 所以台东人 悲哀到这种程度 连我到医院就诊 都是这样的待遇 那一般老百姓呢 我不是喜欢去批评医疗院所 上周四我到东京 夜间门诊 我为什么选择去东京 我不选择去马街 所以马街真的是欠台东的太多了 我不否认有很多好意思 但是整体而言马街是欠欠台东的 麻烦跟马街讲 好好检讨 我会再跟王县长讨论这件事情 我会了解一下状况 我敢说这样的社会把他拿到东京去 今天台东人不会降 一般来讲我们都已经是三等国民了 医疗来讲我们是六等国民啊 我们究竟还要人说到什么时候 爱立台东期间 我们大夫的乡亲 夜间急证到大夫卫生所 医师跟他说 你这个病情我这边没有办法帮助你 那其实你转移到台东 可是台东 金轮江南的封路啊 那一座企业几乎特别的封路啊 那你叫我们大夫乡亲怎么办 后来他还好他有侄女在台南自己 自己包车到台南去了 那按照这样做我们随时到大一夜祭 过后来都要涨价了 部分物贷也要增加了 那我们台东人怎么办 情何以堪啊 另外 另外我们南回的这个紧急医疗照顾中心 立法院在检讨我们的执行进度 目前我们进度如何了 目前我们这个南回警医中心跟卫生所的案子 我们水土宝石工程已经化包了 那我们大概会预计二月会办法包 因为它事实上它存在了非常多的问题 是之前所没有发现的 一直到我们最近一直在处理这些事情 水土宝石的部分已经处理完了 现在整个的细部的设计也大部分都快完工了 我们大概二月可以发包 四月可以动工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刚才议员所提的就是台东有本身 它有它的先天性的不足 所以我们在警医的部分呢 事实上要有一个肾抗科、庄科的医师也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警医中心 我们有这个设置这个护膜透析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稍微做一些解决 希望这个进度不要再做再有任何的耽误 毕竟目前为止 大五地区的乡亲只有依赖 在这个将来的照护中心 现在我们大五卫生所所能够提供的 虽然有所谓的眼镜医疗 但是毕竟还是有所不足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因应期待这样的一个照护中心 能够早日来完工来提供服务 所以这个进度麻烦你给我盯好 这件事情我们群里面都把它做为第一个优先的事项 而且这个也是县长一再结出说 施政的最首要目标 最难违就是最首要目标 希望今天让现阳市要跳票 是 好 谢谢 谢谢大卫主席 好 谢谢江接受江业 我们接下起洪中海洪远寻寻寻时间十分钟 好 谢谢大卫主席 首先我要讲两件 跟我们台东老百姓非常有关系的 大家也非常有感的事情 第一件是有关我们的金藏人士的管理 所以我想先请我们的卫生局局长 有关目前台东这个金藏人士造成很多的困扰 我相信待会我们会问警察局 金藏人士 对 那这个经常在社区里面呢 他们这些金藏人士 对社区造成破坏 对邻居造成困扰 然后经常打一通电话到警察局去报案警察局的人员 到达这个现场之后 其实也没有责 不知道怎么办 常常收到这个讯息 连这个便利商店 晚上要值班的这些便利商店的店员 也经常被骚扰 经常被受到攻击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想问一下目前台东县政府 卫生局对于金藏人士的管理方面 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其实我们现在对金藏人士的管理 其实都基本上都又会有劣策的去做管理 跟有去做一些接触跟辅导 我们都有一些专人 但是问题就是大家 现在大家压力很大 其实不只是警察局 我想社会处卫生局压力都很大了 就是 其实这些金藏人士坦白讲 如果他能够就是按时的用药 其实上基本上都OK 现在就怕了就是没有办法按时的用药 那几乎大部分是这样 会发生这些情况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金藏人士基本上有很多家庭 事实上他不是很好关心 坦白讲我们任何的一个病症 其实家庭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你没有讲到东西 我先问一下 请教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目前列管的金藏人士有多少位 我们现在有2200多 就散布在台中各个地方 2000多位 大部分是在台中市 所谓的列管是怎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条件下会被列管 这个数据我没有带 我可能要再查一下 客长 这个列管的客长是这样 请教一下 现在高风险的个案有多少位 大概 应该是 回忆远这边的问题 应该是说我们列管的部分 有分一级到五级的部分 我们所谓的高风险 就是指一到二级的 一级跟二级的部分 会加强的一个管理 那这样有多少位 大概在 一千 九百多个左右 九百多个 高风险的 九百多个 就是一级二级的部分 这样子来分 然后所有管理的个案 就是两千多个这样子 总共两千多个列管 但是里面高风险有九百多位 客长我请问一下 有多少人员 我们卫生局 变了多少人员在管理这些人 针对这些个案的部分 我们就是在社区的部分 我们就是卫生所有承办的业务 卫生所很薄影 卫生所很薄影 但是他们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承办的在那个部分 然后他们会给各地一段的护理人 比如说哪个村 我们会有几个护理人 也是有护理人 负责某几个村 就有护理人去训练 然后再来我们有七个关怀 我们有七个关怀 就是我们派驻在管理 就是个案人数比较多的卫生所去协助他们做家庭训练的这个部分 简单讲就是七个专职人员在负责这个业务 就是负责去协助他们训练业务去看这些个案的部分 那个曹司长请教一下 现在我们的社工员最高个案 一个社工员最高列管多少个案 列指的是那个一线的保护社工 一般的社工列个案管理的个案量 25个到30个 超过 差不多是这样 依规定 25至30 一般是25案以上 曹司长请坐 所以我们以上线30来算 这个应该直接问新处长就好 新处长应该很了解 那个30个人 一个管理员管理30个个案 一个社工员管理30个个案 七个管理员你就列210个个案 所以呢远远 你高风险的有900多位 结果只有200 只能列管210个人 这个问题非常大 而且再者 这个当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到现场 到后面才来处理 那够不要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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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也是蛮大的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我们会跟卫武部 但是卫武部就要请中央的名义代表来帮忙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的官怀员能不能够给我们多一些 这样我想除了官怀员之外 这个再来争取 官怀员是第一步要做的 第二步要做的是我们的制度上的问题 就是即使官怀员到了现场 今天他在一定在把隔壁处逼造成困擾的时候 当下到现场去 等一下我也会问警察局 我们社会处跟应该是卫生局的人员 到达现场之后能够做什么立即处置 现在是这样 因为处理精神病患这个部分有比较困难的一个难点 就是通常那个所谓的这个会攻击有重度病患 其实要一次要有两个医师共同会者 所以有时候那个时间点 其实台湾那个时间点要找两个医师共同会者 事实上蛮困难的 那如果有两个医生共同会者 他是属于这个强制 我们就会强制送医 如果没有一个真的 现在就在我们整个医疗系统上 事实上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点 就是社会上非常造成治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点 我以我们附近的几个里 真的我一天到晚在接到这个个案 难道我议员去那边毁宜在那儿笑 那拨妹在那儿在那儿跟家庭这样 沾门啊 除了精神疾病个案之外 他同时还有一些药引 用药用那个不当用药的这些 毒癮的这些 个案也都掺杂在其中 到现在我们根本可以讲是县政府是束手无策 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这个部分也不是只有台东县特有啦 我想大家在处理精神病患的一个困难上 其实前程都一样 因为其实大家在讲的就是 这些病友事实上他也有一定的人权啦 那无论是警察在职访 或者是卫生局在职访 但是当他的人权侵办到别人人权的时候 那就不用讲了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议员报告 就是我们的一个困难 因为一下子要找到两个医生来做评估 这个事实上 居长这样啊 这个部分来努力好不好 这个怎么改善的情况 你们尽速提出一个提出一个方案 这样好吗 是 居长 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黄居长 刚刚我讲的这个问题 现在警察局 实际上第一线到达现场的警员 面临到的问题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 如果是说有攻击性的行为 就是有时候我们第一次到达的警员 我们要注意去 维护他本身的安全 以及包括我们被处理对象的安全 还有其他人人的安全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有很多像这些精神病犯 我们到场以后 我们一定会通知相关的单位 包括卫生手还有消防队来处理 那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强制送医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强制送医完以后 经过评估没有经过家属 又送回来 又送回来 就是这样子反复 送回来之后 他又再找隔壁邻居报复 就几乎是这样的情况 我想第一线 真的是警察也很为难 远警到现场 远警也怕被攻击 你转到这 你真的不知道是要处理还是不处理 你处理待会再给你攻击 他也由理讲不清 这样的情况 我想远警第一线处理的时候 你们又想说 那我把你强制送医 或者是把你 给你上车来派出售 短暂拘留 也造成我的困扰 待会来我的办公室 来到我的警察局 这都别乱 所以现场 我通常看到情况是远警 只好劝劝隔壁邻居 你不要跟他计较 他如果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 我们就得过且过这样 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无奈 所以局长 我想这个问题 你们可能 今天刚好很好 有卫生局 有社会处 有警察局 都在同一天 我想这个问题 就刚好是你们三方 三个单位 可以共同来解决 拜托会后 尽快的来 你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样可以吗 是我们配个来办 好 谢谢 谢谢局长 请坐 好 我们接下来请 黄瑞华黄议员 寻找时间十分钟 谢谢主席 大家好 首先我请教 我们教育处 所长 有几个问题想跟你共同来探讨 现在 我们生育率 下降的普遍 普遍的现象是一般的 那学生的数量 也越来越少 关于国小幼儿园 开立两个班级 两个班 以及特教班 总人数的学生是六十人 那么 扣除 员有的学生 三十七位 那剩下的就是二十三位 也就是今年的九月份 新生的招生 据我有调查 原住民优先入学的有十八位 新住民的两位 还有低收入户的身份 有一位 那是不是剩下两位 那两位就有一般身份的学生 那一般的身份学生 今年 听说是 报名的 有三十二位 那么三十二位 要抢这两位 学教 就以初天的方式 来办理 分文的证明 百分的供估 那剩下的三十位的 小学生 就跟我们 关于国小的幼儿园 就结缘 就没有办法 就读我们幼儿园 那你请坐下 我请教 育教科 特育科 庄科长 是不是 庄科长 庄长 你请坐下 请问名额 因为特殊身份 来入学 那剩下两个名额 剩下两个名额 与我们三十二位的小学生 去抢这两位 您认为这样合理吗 是 跟议员报告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 优先入院的方案 这部分是教育部统一律订的 所以说 当这些优先入院的资格条件已经确认之后 剩下的名额才能够开放给我们一般生育做抽签 那陈如刚刚医员讲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单是在关山地区 其实在市区其实也蛮严重的 确实有这个状况 那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很多地方在增设幼儿园的这个部分 医生 人们本来好好是找不到学生的 那我们观众国小 算学生算算一个 那今天本期的意思 我并不是要求你们检讨 特殊身份这二十一位学生的问题 那么特殊身份学生 他们的潜意 我们当然不能侵犯 不能侵犯 不合理之处 剩下两位 那么增多多少 是不是影响很多学生的这个受教程 是不是 原则上 因为幼儿园阶段 现在其实不是医务教育阶段 那我们当然也期待是 家长他能够就进入学 所以我们会尽量就是协调说 临近的幼儿园的部分 协助去做 其他与那个名额的释放 今年八月份 有很多学生的家长到我那里成情 而且带来很多的名言 我想 我也跟他说 这个是学校 他是依法行政 可能是制度上出的问题 我要请教你庄科长 你要如何来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就法令的层面的部分 因为是教育部统议律订的 可能在修正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是确实我们在台东努力的地方 这边也跟议员报告一下 其实在公私比的部分 我们台东的公佑跟私佑的比例是八比二 远远超过教育部 他们现在律订的四比六 那其实我们除了这样子之外 我们在稳定中还是求进步 很多地方我们还是增设新的一些班级的部分 就像刚议员您关心的关山国校 其实他今年在国小的特教班的部分 我们其实就是发现 孩子他在就学的状况 有遇到说 如果他们我们不征班 就会遇到他一定要到特教学校来就读 事实上关山到特教学校 虽然有交通车 可是车程的距离非常远 我们考量到孩子 他要这么早起床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八月一号 立刻征了一班 让这样子的孩子也能够就进去入学 那当然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向 去持续努力在幼儿园的部分 也能够去把我们潜在的一些 学生术的部分确定出来 然后在必要的地方 再增设一些新的幼儿园的班级术 这样子 科长 科长我在请教你 每一个家长的心态 家长的心态都是一样的 也是望子成龙望你成凤 当然是可能是卡到这个学费的问题 观赛国小应该这个 输资方面素养也蛮高的 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你多开个班 当然大家要增加一个老师 那教育部也规定 15个以上就要两位老师 那是不是你有没有考虑到 可以考虑到说 再增一班15位这样 那否则一般生命的学生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观赛国小的幼儿园 是不是你可以这样做 我们会朝这方向去做努力 你多久会想这个方式 这边也给医员报告 因为其实观赛政工所 他们其实也很有诚意的 在今年大概是9月份开学之际 有跟我们做一些协商跟讨论 那因为他们其实也愿意到他们郑佑这边 好像对于班级数学生的状况收拖的情形 他们也想要去做 关掉他的幼儿园 那其实我们很诚意的就跟他拜托 也请求他们是希望说 对于他这个部分也是能够有一些 从长记忆的方向 是不是在我们在临近的点 可以设新的班级的状况之下 他们再去做这样的考量 所以这方面我想我们跟议员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一定会先以家长 他对于孩子就学的权益的这方面的考量 科长 你应该也是可以跟观赛政工所的幼儿园 也可以合作的考量 这方面 好 谢谢 谢谢 请坐下 来 处长 处长 前台中县 国中国小 已经改建 或是结构补强的之后的校舍 需要是因为学校它本身的这个老旧 或者是损坏的需要改建后重建的 请说明 要有整间 保远 那个实际的校舍我没有记得很清楚 这方面应该也要 要做个总体检一下 因为很多我们台东县政府的 这个附属的学校 好像国中国小很多的学校都是有 超年龄的 这个使用的极限也到 还有很多属外 还有很多老旧的 这方面你应该多调查 这个我们也有跟教育部持续的在争取新费 那我再请教你 今年实际基金会 援建我们台东县的国中国小有几间 九间 九间 未来是不是还有这个机会 未来我们实际上 实际基金会 我也曾经跟他谈过这样的问题 他现在主要的关键点还是在于说 从一开始到最后完全落成 启用 这个过程中 他们对于我们台东县政府 所跟他们的一个合作互动关系 让他们觉得是否 是非常感觉很好的 他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考量 未来的合作 以本习的了解 实际 原本打算在于 明年度也有规划 九间学校要 援建我们台东县政府 那不知道怎样 也是暂缓 我要请教处长 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原因 方卫员 这个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比较知道的事情是 我们的实际援建的这九所学校 是莫拉克风灾的经费 而且必须要在今年的年底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进度 那也许可能他们有另外的经费 要再做相关的挹注 那这个我会后 我会跟实际基金会的建设委员 去做联络 这个你一定要联络 一定要给我一个消息 好 我想其实这对你们 心态上也有问题 当然也牵涉到 我们的防防水保 还有健保 那个健康方面 还有消防等等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 那有机会再请教 我们县长 好 请坐下 那我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黄立法 黄议员 我们接下来请 黄辉龙 黄议员 寻找时间 十分钟 好 谢谢 主席 各位问题 所长 大家早 所谓 请教 我们教育 主 主席 很感谢你 去年我在建议 在日本国秀 风雨球场 这也算风雨就是了 那我看了 我们的体检科 他有诀文就好了 你请一遍 那个 这个 黄议员 很认真 他这次 之前 建议过来年 他都没有处理 这次 他跟他建议 他就能够处理 我所在 他设计 他设计 当时有点关键 他设计 我们的风雨球场 先把这个 民政卖减 这都能够 这都能够 先把这个 四个人用 我们的 租费 把这个条子 和租费 租费先用 也有钱 逐年 再来 把这个 建议 租费 你记得这个案例 看什么 现在资本国小 这个案子 已经送到体育署 我们现在目前跟 中央的申请的预算是 六百二十万 刚刚议员所提到的部分 我们将来就是 体育署只要核定经费之后 我们会跟资本国小讲 请他在 征选建筑师的时候呢 在跨图 希望能够把 后续可能的发展性 要先把它预留起来 这个我们会 叮咛资本国小这样做 要处定 你不要说不够质 就简单 用简单 这个基础 跟处定这个结构 要 要更用的 以后 不再发展 来获系工程 报告议员 这个没问题 这个我们一定会重视 这样 我请你 我们教育处处处 可以把他督导一下 把他建议一下 好吗 好 好 再来请就是说 呃 我们那个 资本众委 营若区 是 这两天有要 落成一个 那个 呃 礼拜三 对 礼拜三 来 洞土 洞土 礼石 邦青山 对对 这周边的 吼 是在 在 这里面就是对的 对 在哪里 我知道 我知道 就在那个 呃 资本桥 那个 在靠出海口 那个地方的 结蒂尔的用地 我出海口 我们没有投败的 现在 本数有很多 很难看 我以后说 我们买一个 是靠这个 呃 前面那个 黄包 黄包 有 发文 就好了 他说 那个 那里 他说 那里 那里 他说 他要去 这两天 他要去 清清 担担担担 不然 整个都是本手 跟柱子 那里也没看到 你看 我们家的 这家家 要协调 我们各单位 把那里 整理一下 不然 没看到 这也 这观光 这路口 那 别说 不然 我们要处置 跟人民处置 就没有处置 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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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我们教授 这件事 你们可以 要求 管长这边 解调 我们的 防部教育 他们人更多 他们这两天 要去清 清的整形 怎么 那这边 教授 好 好 谢谢议员 以后就是 我们开始 我们飲食 房屋 这 虽然说 我们 这 大家 让大家 方便 这样 更辛苦 建议 资本国中的 那 那 集中馆 也 做到 差不多 租帖 也能出来 那个体育馆的部分 对 进度现在目前非常地顺利 顺利 人家 我去看 我去看看 我也不去 常常去看 人家 在那 做完毁 人家 人家 人家感到 很厉害 每天做 促习 所以 人家 靠去做 再加 我希望 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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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轟 我们教授 家 協助 体健康 这 我们会先跟资本国中讨论 尽量配合在资本国中的体育馆 這個 落成之后 他们相关的设备设施也能够同时都到位 那 差不多 一定会等待 他们的落成 应该比较快 应该在 明年 应该在明年中左右吧 就会落成 那 我们就会先 先去做他们的 跟 柔道有关的 还有举重 相关的器材设备的 这个需求的调查 他们的设备 他们的装备 希望我们这里 要有截转 对我们的丹冠 医药未来 这个集中 快速更进步 好 感谢你 谢谢 你谢谢 谢谢 刚刚开始的时间 我到这里就好了 第一次休息 感谢主席 好 谢谢 王卫龙 王媛 谢谢各位议员 我们上半场 就到这里 高一段落 我们10点40 再准时开会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各位议员 我们继续 下半场的会议 今天 下半场第一位登记的是 田石雄议员 循达时间 十分钟 好 好 谢谢大会主席 我许先生来请我们这个 社会处 台队 台队 是 我们目前在我们 又在办这个 那个 基伍 基伍食堂 那个就是社区的 社区的厨房 社区厨房 在一幕前来说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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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過這些老兵 希望處長要多關心一下 我們台南關稅的一個 我們住民的這個 目前裡面就是 示範地區啦 但行政也沒那麼接近齁 基本這個地方 用了之後 類似就是一直這樣用過 證信也要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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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信也要通過 是一個行政上的一個命令齁 我是覺得 對於我們這個八成 有比較沒有公平啦 我不是在這裡排斥說 我們外出民是安安 我們漢民是安安 屬性 那個代已經超太多了 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在 結局要選議 選議就應用到 這點是對我們台南結局公平的所在 你現在身有幾個例 所以 官主兵他們五十五歲 他們在塞 他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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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可以 對政府對他們的效果 這當然我們 現在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也是非常地攻擊他 但是 一些對較不公平的 對這些老兵 他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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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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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在這個地方 應該在 社會的福利方面 都給他們 都照顧一下 我們在那裡 你們看 謝謝田一眼的關心 豐田地區的巨物市場辦得非常好 那老人去共餐的人數也非常多 那剛剛有提到那一個大城一包 跟有關榮民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會來 連結那個榮民服務處 來請他來協助 大家一起來共餐 讓那一個 那一個服務的人數能夠更多 那因為那個社區 現在在那個活動中心 來共餐嘛 那社區現在施工所是有 答應要幫他修 可是到現在好像還沒有修 所以他那個使用的人數 會收到場地的限制 那未來如果 那一個活動中心 如果能夠把它 做得更好 沒錯 沒錯 沒有什麼做這個 這個社會的方便 沒有這麼多老人 還是要第一次 地方上的這個 一些我們社區的理所長 他真的要有 要放棄他自己的工作 來聽我們社區來給他 聽我們社區來做 但是 用沒有錢 沒有錢的那個職務 弄給他 他做給他 這真的是不簡單的精神 你看我房電力理所長 房前市 真的 真的 辦這些老人 這這這這這這 這這這這 我們說這幾乎食堂 這個 他辦到真的非常好 非常認真 他經常也來 那一句 他說 阿伯 真的沒有錢 叫我辦 我辦得很辛苦 他說 他還要照顧我的生活 齁 要來做這個 我是希望說 因為 幫他辦 辦到到底是怎樣 我們不太清楚嘛齁 但是 現在宏殿這個地方 辦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阿理事長說 現在我不敢來死 啊 死了我怕我 沒辦法做 齁 啊 希望這齁齁 請我房長 因為我們主辦的齁 有時候跟我們這個 不管是 什麼地方 就是都要跟這個理事長 互相 切磋一下 有什麼困難 應該是 辦得很好 剛才我家長已經來 都過了 齁 其實現在 你整個地方 那些房間 那些房間 就好了 那些 他已經過世了齁 他的事也不知道 都外面吃頭 外面吃頭 外面吃頭 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東這個地方 屬性有時候 真的老人老不了 齁 種種的困難 種種的政策 雖然我們台東地方 真的有夠困難 齁 所以希望說處長 可以多用一些心 齁 能夠辦的地方 就給他辦好一點 齁 風田我們就去那裡關心 齁 齁 那就 謝謝處長 你請坐齁 謝謝 再來我請我們這個 我們教育處 我們叫 教育處齁 齁 齁 處長齁 齁 在這裡齁 要感謝你齁 齁 因為 在目前為止 我們風田這個 累積場 在本市一直 一直強烈 一直在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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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你如果沒有要做 我們要拿你捏子 好 但今天 就是 準備要做 我們風田這個 這個 北區域長 已經成功齁 齁 正是要 發包齁齁 齁 本市在這裡 代表我們風田 一代一代的那個 居民齁 齁 給你處長 謝謝你 說聲謝謝齁 謝謝你 齁 齁 齁 那 大師傅你請坐齁 齁 齁 請我們 警察局 我們的局長齁 齁 陳議員齁 齁 你來已經三個月了齁 齁 你的感覺說 你來跟台東 你的感覺 心情會更爽 呃 台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應該不錯齁 齁 我們台東雖然是一個散散的地方 但是 人家人中間齁 這個感覺還算不錯齁 齁 齁 我是覺得說 你來的時候齁 齁 要像我們 我們的局長 可以辦得比較好齁 齁 不然我們的局長 是辦得 我們所有的 這個 呃 議員單位的人齁 齁 做得不錯 都盡忠職守 齁 齁 但是本來在這裡 要來局長去 敬禮節 齁 沒有一個小的裡面 台東人 真的非常辛苦 台東人真的太辛苦 尤其是 農民 增加地方 尤其 現在 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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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下所在齁 真的是 我這 不要說 不要說也知道啦 我是覺得說齁 應該是在情理合 情理法裡面齁 可以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 董事齁 齁 開尾西尊 是不是可以 講一下啦齁 齁 沒有說 你們就已經 派人死了 之後齁 我絕對不會去做多久 你們派人摸了 台灣摸了 這個 社會就沒有 沒有正義齁齁 齁 因為我們認證 就是 證明就在 社會上 一些派人 本來就是要打擊犯罪 齁 絕對不 絕對不索軟 但是 在 情理 情理法裡面 如果 比較高的人 比較修法的人 真的有時候要建立 情理法 我們如果 如果 藝人發揮來做事情 藝人發揮來做事情 不可以繼續 過 什麼我就不用管 這樣不上上之策 齁 目前我們現在 差不多99分 齁 甚至 如果 可以做到 我這樣講 證明我 政府法裡面 參差在裡面 對這個社會 就比較會 比較好 齁 你說我 你覺得怎麼樣 議員的看法很正確 因為 我也跟我們同仁 有做說明 我們警察 不是法匠 我們在執行法律以外 我們還要看到情理 所以 我一直要求我們同仁 對於親為的 可以勸導的 這些 包括違規 我們都盡量以勸導為主 那 譯作所講的 那 未來的 還剩的那一分 我們 本期會 要求我們所有的同仁 繼續來努力 對 沒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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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真的 都很好 不好意思 時間夠了 我也不暫停一下的時間 那你請坐 好 謝謝主席 好 好 謝謝田議員 對豐田 曼蕾場的這個 呃 持續的關注 也對警察局同仁 在執行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了 勤禮法 那許金龍議員 前一陣子有個案子 四個老人 加起來都快 三百歲了 還要被抓去警察局訓問 因為他們 這個玩一些小遊戲 好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位 增記質詢的是胡秋金議員 尋答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這個 警察局長 請教一下 這個 洪麗燈的問題 我們 我們也知道 這個洪麗燈的問題 不是說你們警察局 完全要去處理人 是 公務局 公務局 是 但是 有一個我們 原品鄉 就是在 台九線 神道 武林的入口 這個已經提了很久 而且 公務局也到過 我們也到過 公務局那邊 南山公司那邊去 還有我們的 部落的主人 因為部落的人 就是很擔心 因為那個入口 真的是 洪麗燈都沒有裝 很快 我覺得很快 你看他們 他們都很複雜 如果就是現在 洪麗燈最複雜的 就是我們 這邊 台中到這個 我們火車站 這個最複雜 結果我們那個 省道就是 在那個 武林入口那個 第一個就是 這個 關山到路 這個 經過這個 市委 這個路段 一個是武林 往路爺 一個是 永康 往端山 或是武林 所以 我們就說 大概 彭麗燈的縣 大概是三個縣 三個縣 三個縣 當然比較重要的 就是那個 路爺 往端山 因為他那個 還有人要往武林 那個路上 所以覺得說 那邊就不要同時 就過去 先讓那個 往端山的出去 然後如果說 那個武林的那邊 開綠燈了 那邊同時 好 就 出去 結果呢 我們已經 那個 教授隊也知道 我們已經 這樣 去弄了 這樣 快要 快要十幾年了 包一座 那個已經在 十月十四號 已經發包了 一定明年 一月份就會完成 就會完成 是 已經發包了 是 因為 因為等太久了 而且我們的村民都很擔心 好 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請教育處出展一下 上一次 第一天 就是我們 總執行第一天的時候 你自己報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 那個 國中 還有國小的成績 就是考試 現在就是考試 都越來越差 是不是 是 你們大概要知道 你們會怎麼樣 怎麼樣處理 報告議員 我們從這個禮拜開始 全縣的二十二所國中 我們分了幾個T次 每個國中都要到教育處 由校長跟主任來說明 他們面對一百零六年五月份的國中會考 針對代加強的那個人數減少的部分 他們打算怎麼做 這是第一個重點 然後再來第二個重點 我們會針對補救教學的施策結果 只要表現不理想的 我們就以鄉或鄭為單位 把那個國中學區內的所有國小一起找來 因為整個學生學習成就表現不佳 不會是國中的問題 也不會單就是國小的問題 應該是要整個國中小一起看 然後第三個我們的做法 是會從這個學期我們已經開始在啟動了 就是在國中我們先選了十七所學校 在國語 國文英文數學 就學生的學習成就的實際表現 做能力分組教學 那這個我們在教育政策上面稱為叫做補救教學的第一級補救 這個處長你知道嗎 你看喔 現在的事實喔 我們顏評鄉的 第一個 沒有人在考上警官 也沒有人考上這個 公務人員的這個資格 你知道嗎 抱怨 像這一次你看 我們的顏評 那個顏評特考有沒有 我們顏評鄉沒有人 就是沒有年輕人考上 跟議員報告 我也不滿議員說 在我們台東縣的十六個鄉鎮裡面 目前學生學歷表現最不理想的就是顏評鄉 就是顏評鄉對不對 是 就是我們桃園國中嗎 當然不會是桃園國中完全承擔這個責任 應該是顏評鄉的其他國小也都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你知道為什麼 什麼原因嗎 你知道嗎 這裡面有其中一個部分 是我們常常太過於注重孩子們出去外面表演 然後表演的表演呢 就是認為說原住民的孩子就是適合唱歌跳舞 而卻沒有去重視他的這個心能學歷 還有一個 現在專門就搞棒球 就把棒球像是重點一樣 所以 我就 我就這一看 尤其台灣人 我就去看了 因為我知道 那個成績真的是一個月差 結果怎麼樣 你知道嗎 早上啊 就叫他們運眾 下午 三四點又開始 在那邊做運眾 我就覺得說 這難道說 為什麼不好好的教育我們的校 給他們一個機會 好好給他們 以後 欸 這就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一直搞棒球 搞棒球 幹什麼 我們在台灣一直搞棒球 會有前途嗎 沒有什麼前途啊 是根源報告 現在我們有嚴格的要求 只要是國中學生有住宿的 我們一律要求學校在晚上 要對這些孩子進行補救教學 所以我覺得校長很重要 不要說 結果很像是這個棒球教練 這個教練是他們管學生的一樣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對不對 你這個棒球啊 在國小國中沒有關係 當做運動而已 不要當做你 像是主編一樣 那他們 這樣那麼辛苦 早上有運動 下午有運動 那晚上怎麼讀書啊 都沒有辦法讀書了 就要睡覺啦 睡覺啊 對不對 齁 先拜託一下 看看這個 包括 現在 你說國中考試幾次了 一學習幾次 一個學習三次 你不是說只有兩次嗎 國小 國小兩次的比較多 這樣嗎 對不對 要更改一下啦 我們現在正在對 只考兩次的國小的考卷 我們會送到西部去做 兩個縣市幫我們做雙重的查核 只要考卷不合格 沒有辦法測得學生真正的 這個實力的學校 我們都會用強制要求 就是學校要回歸到三次 還有我現在這樣 既然齁 我們這個學校 齁 成績都越來越差 我希望有些國中很重要了啦 齁 因為 第一個 你國小 沒有那麼認真 國中更不認真的話 那就更糟糕嘛 就可以以後哪裡有什麼成就 你 難怪是我就常常現在講啊 我們袁平央的人 都沒有人在考上什麼 那像今年我也嚇一跳 這個原住民特考發布 結果我支持袁平央的人 年輕人沒有人考上 如果孩子在國小 就對讀書沒有興趣 到了國中一定是自然放棄 我們看到很多的現象就是這個樣的 所以我兒子講 乾脆那個成績看看 最重要是目前的果因素嘛 對不對 這三個是基本的工具學科 能不能給我們 每次考完都給我們看一下 可以沒問題 然後要求一下我們校長 就給我們看一下 好 好 謝謝處長 謝謝議員 好 那個主席 謝謝你 謝謝胡秋靜雲對部落道路的關心 還有對我們這個棒球選手 學科跟術科能不能夠平衡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登記質詢的議員 是我們綠島鄉 第一位議員 我們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巡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各位主席 我們各級處局長 還有各級處的科事主管 大家早 我想請教一下衛生局 我們這個醫療大樓 我看這個速度 雖然是因為三個颱風 但是他現在一樓的那個模板 都已經拆了 那速度算是蠻快的 那我現在有一個影憂就是說 我上一次會期也有跟縣長討論過 依照縣長是他 他的人事前 他是可以有三個醫生在立島 有三個醫生在立島 對不對 那你 局長你的看法 是不是這個我們應該跟衛生福利部 來反映一下 立島是屬於 我們不能只用立島是一千多人的這個住民 立島是一千多人的住民 這樣子的思維去看立島 因為他一個冬天 他一個夏天就有三十幾萬人 那我想說醫生啊 如果說 滿額的編制也是三個而已 那你扣掉醫生 他要 他可能要休假 那就是兩個 那 有時候還有負擔急診的 所以這個方面 我是認為說 是不是我們請衛生福利部啊 是不是應該 在中央的地方啊 你 比如說你要去 修改這個 組織編制 或是要從 衛生福利部從台東的 比如說 相關衛生福利部的直屬的醫院 來調醫生到 到我們 從立島來進駐 你的看法這個可行嗎 現在是這樣啦 我有兩個部份 跟學員報告 就是你關心的 我們的衛生素 雖然歷經了三四個颱風 進度有稍微慢 但是現在已經在趕工了 那我們預計明年二月 後會總共 如果這段時間沒有再 稍微其他的 應該明年二月 第二個就是有關於 醫療能力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非常認同 在整個離島 或者是讓台湯偏鄉 事實上不應該用人口去算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 醫療能力能夠多 但是有關於組織變質 可能要談這個組織變質 可能要有一段的時間跟波折 我在想就是說 其他的一個資源 人力 現在立島雖然有三位醫師 但是這個包括姚醫師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馬接 我們有台東有幾家醫院 我們申請了105年到108年 這三年的醫中計畫 事實上我們那一邊 就是馬接在負責來支援 至於那個有關於暑假這個部分 我們的暑假可能有個比較多 可能事故也會比較多 這個部分如果說 那個機長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就是說空有醫療大樓沒有醫生的話 那也是發揮不了作用 重點在醫生嘛 這樣我們把這個 好你請坐 這個我們以後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謝謝 社會處長我想請教你一下 現在台東縣的70歲以上老人有多少人 七十歲的老人 兩萬兩千零八十人 那個立島的話大概有多少 兩百三十人 兩百三十個 這樣子齁 昨天晚上我還在立島 我今天好像第一班飛機回來 昨天晚上我在十點的時候 我接到消息說 立島有一個九十歲的老人失蹤了 不見了 那我們就差不多有三四十個人找 我找到兩點了 我也跟著去找 我也拿著手電筒跟著去找 每一個空屋都翻片了 後來讓我聯想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方法 我們現在很流行那種健康手鏈 那它是一個晶片 我們當然家裡的人不能跟老人講說 你戴這個是有衛星定位的晶片 你要說它這個是健康手鏈 那我想那個健康手鏈應該一千多塊到五千多塊 是不是以後我們台東是不是破一個先例 就是台灣前省來做一個很有創集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老人都給他一條手鏈 因為我常常覺得像我們偏鄉台東這個湖地那麼大 老頭子老人家他又喜歡去去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比如去種菜啦去那個小山坡啦去採一些野菜什麼的 萬一他有什麼狀況的話 家裡的人真的很難尋找 那依這樣子的情況我是一個 我是有一個比較挑釀性的這種觀念想法就是說 如果是可以的話 譬如說在立島我們先試試看 那個經位應該也不多啊 我來說明一下 你這個利益很好我想這個 現在那個科技化的產品 現在衛務部也在推動 那現在這個產品也有 那不過現在問題會出在三個問題的層面上面 第一個因為那些設備它要充電 所以老人家喔 常常就是把它當成那一個 那一個跟那個科技產品 他就把它充換進去把它擺在那邊 不敢用 第二個喔 因為他需要網路 那網路的話他現在晶片卡 就是那一個那個電話公司的晶片卡 變老人要負擔那個通訊費用 一個月大概要五百塊 這樣的一個 對他講負擔很重 所以政府去 去構思那個通訊費用 啊不然我們來用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用推廣 然後就是 就是獨居老人我們另外想辦法 就是家裡喔 譬如說三代同堂或是什麼 你推廣的話你 適度的一點點補助喔 有一點誘因的話 我希望說這樣的建置下去喔 我們早上四十幾個人去找啦 這個動用的社會資源喔 實在很大 我的認為就是說 阿我的早上四十幾個人是怎樣 你知道嗎 他是父親 老人家父親嘛 因為他眾聽啦 阿小孩在跟他講的事情 你跟他做解釋 他弟弟認為他 他的女兒是弟弟在跟他爺 所以他也看完電視以後 他越想越氣他也不講 夢不肯認了就出去 家裡的人認為說他八點多 出去應該是去街上買個東西或什麼 八九十歲嘛 阿就是他身體快快快走 阿就沒了 結果他去找他的老朋友在那裡睡 阿也沒跟他家裡說齁 我中間沒有你們找 結果四五十個找到兩三點嘛 阿家裡的人一到今天早上都沒睡 那我就想到說 現在有這樣科技的產品齁 我們是不是能夠 跟家裡有這個老人的一些家庭齁 做這樣子的先導 然後如果說是獨居老人 或是生那種 有現在也有 是可以測量 心跳血壓那一種的嘛 對不對 甚至我像 我知道國外都 一些老人家齁 他就是有 直接有連線就是按一個鈴 這個119就知道的齁 那我想說 像這樣子的思維齁 是不是在我們 這個未來齁齁 我們的台東的這個縣政上面 能夠盡量看看 我知道精衛絕技啦 但是適度的補助齁 譬如說你家裡出五百塊 我就給你出一百塊 或是你四百五我就出五十塊 或是跟中華電信看怎麼樣的洽商 這個事件齁 我們跟衛生局有在做討論 因為這個是未來的趣事 所以說 會有規劃 那我覺得就是設備的問題要先克服 因為 對啦 因為長照齁 長照這個東西 是我們未來的 像日本現在就是 這個很 很 那個老人齁 高齡化的社會就是一個很 很嚴重的問題啦 因為 靠科技來協助是 是一個 什麼是必須要走的 對啊 所以說 處長 我只是把這個問題齁 突然想到的一個觀念齁 拿出來跟你探討 對 現在他就是會面臨兩個問題 一個是充電的問題 一個就是那個網路的問題 那如果這兩個能夠克服他 其實那個設備本身會用不少 沒有 如果我 譬如說我騙我爸爸說 這個是健康手鍊啦 你帶著你會身體比較好 那你 晚上他如果睡覺 就充電 他要拔起來充電 拔起來充電 白天就 沒看到 小孩子沒看到他帶 逼他帶 這樣 我在想 慢慢的這樣會減少很多 很多 突發的事件發生 鮑魚 這個方向是對的 這樣 這個月11月8 我們也跟衛生渠道 持續去參觀了他 他也有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跟一套 發展已經成熟的系統在運作 那未來可行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跟他合作 直接就來探討 不然我們現在就先開始 先找 讓自己家庭 有這個觀念 自己 小孩子買給老頭子帶 給自己的 那個老人家帶這樣 這可行 我也想買一個給我老頭帶 這可行 給我老爸帶 如果是來負擔他的網路 會用去 這可行 好啦我們就這樣 那我們來研究一下 這個後續 等有機會再 我不沾用大會 比較細膚的再跟協議員做討論 好 謝謝 好我們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謝謝 謝議員 對這個老人的 這個定位系統 非常的用心 但是你為什麼 也要給老婆帶定位系統呢 好 那我聽錯了 好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是我們 蔡玉琳議員 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 教育處處長 我們知道最近你都非常關心我們學生的一些學測的或是在學堂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除了這些我們要關心的我們也要關心他們的生活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處長 在我們台東縣大學大專的學生人數有幾位 在台東縣你有統計過嗎 這個我沒有統計 好 那沒有統計 那我請問處長 處長 有關我們這個大專生 有些學生是低收入戶嗎 是 那我們這些低收入戶的大專學生 他們有一些問題是在我們部落有幾件事情 相親有跟我討論 他是說我們大專生到四年級五年級 他們是低收入戶喔 他們就不能住宿嘛 住校 他們可能就要離開宿舍 要自己租房子 那我們的家人 當然他們都已經是經濟狀況有問題了 他們必須要為了孩子去到外面租房子 那我們要如何幫他們解決這樣的問題 好 根源報告 因為我自己本身來自大學 那目前大學裡面宿舍其實普遍是不夠的 那這種情況底下大部分都是會優先提供給大學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優先住宿 那以我們台東縣來講 其實我們就只有一個大學跟一個專科學校 我們教育處跟這兩個學校的溝通管道都非常的暢通也良好 是不是可以讓我在這段時間 我在分別跟這兩所學校的校長來討論看看 要如何針對我們台東縣低收入戶學生 他就讀已經是大學四年級或者是專科四年級或五年級的學生 在住宿的方面呢 能不能有調整的空間 好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鄉親他非常的苦惱 因為他們是說小孩子他們生活上已經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要給他們另外一個租房子 對他們來講更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這件事情那我們應該要 當然是要為他們要协助他們這樣子 那再過來我們有關那個我們這次颱風災害 有非常的感謝我們教育處有請一些我們的廠商來到各學校協助 但是好像我們圖榜跟圖榜國小跟安硕國小 還有一些部分可能之後 沒機會還是什麼颱風或鐵皮上 在屋頂上面還沒有處理好 希望我們的處長再去麻煩去關心一下 好 跟議員報告就是那個 墨蘭地颱風之後的連續三個颱風的經費 我們還在等行政院的核定函 嗯 然後十月份的這個雨災 好雨造成的這個災損 我們也在等公共工程人會來做現場的會看 好處長謝謝 那請坐 那我請向我們的警察局局長 嗯 局長你好 有關我們大五分級的警員 我們的人力的缺額已經不到什麼 這個程度 目前還缺30位 他們員警的總人數是135 那其實現在現有員警是只有83 所以還缺30 好 那我們現在在我們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關那個台版圖版的 呃 合併 聯合 扶勤合併的問題 處長 我在這邊想要跟 呃 局長我這邊想要跟你研究一下 我們台版圖版那個地方 呃 呃 台版那個派出所是新蓋的嘛 那當然新蓋我們不能就讓他這樣子說沒有人呃 在那邊浮起 這樣觀感不太好 那而且那個地方是我們台版圖版的呃 這個交通路況比較可以直接發現到問題的地方 那因為現在我們台版很像全部都併到圖版去了 那台版的鄉親齁呃 呃 他們還有 他們就可能有一點呃 心理上不太安全 因為沒有派出所嘛 本身他們部落就沒有派出所 這個這個大西呃 那圖版台版這個地方也人也沒有警力在那邊 所以我在想要跟局長討論一下 是不是我們現在把人力補足一下 把那個台版的再回到我們 圖版的呃 跟台版的部分 把台版再回到台版檢查上那個地方 人力 對 一首報告 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呃 警專在十月份畢業跟統調的這個原額 我們其實我們是有補到大五分級 有十二位 那一位 因為其中有兩位是警專缸畢業生 所以 他 他要經過 那個 兩個月的服務訓練 所以沒有辦法單獨執勤 那剩下十位我們都補到拍手 所以我們在 在台版的部分 我們是有補一位進去 所以目前台版跟圖版的情力 是各有三名 那各有三名 我們其實我們台 台版的部分 並不是說完全沒有 我們其實在重點時段 我們還是會派警力到那裡去駐守 那最主要就是 是如果說我們那裡 現在正式的 從白天來駐守的話 會吃掉我們所有的警力 所以我們現在是預計 先暫時 還是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希望我們會把我們的原來的圖版 跟台版多餘的警力 來強化我們巡邏的主數 在這個地區裡面來巡邏 那一定在明年一夜份 我們大概還有一批 特考班 這個警力會出來 那出來以後 我們希望 就是到時候我們這裡把警力把它補充 我想台版那個路段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一夜份說你說警力再不足的話 我想說你把那個台版的優先把它補足 補足人力 另外我再跟局長討論一下 我們到那個地方 我們應該是也是一樣 我們交通隊的嚴禁也不足吧 我常常有時候看到你們交通隊 從台東衝到那個地方 是不是要開始有人請假 或是沒有人員都去那邊補足 他們那邊如果遇到請假的時候 必要是我們請要派到那裡去支援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我們現在駐地的 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人數少 但是我們的拍手的數量很多 那數量很多 我們如果把所有的駐地都維持 通常的運作 會讓我們的警力就是吃掉 把值班被請的吃掉所有的 局長 那我想我們到分解的警備隊是在做什麼 現在警備隊還是有到各手去支援 我的意思說 如果警備隊可不可以到那個地方 他們警備隊的辦公室 可不可以全部集中在地板 然後你看我們南山村北山村 他這樣子如果是說有緊急狀況 也很好出動啊 我這可能就是牽涉到 駐地遠景休息地方的問題 欸地方蠻大的呢 地方空間也不小呢 常常碰到在那個地方 我們經過都關門 不然就是地方又在維修 一天到晚再維修 那這部分 是我們再跟大五分區來演繹看看 若可行的話 我們再做彈性的調整 我想每次我們交通隊從台東的 台東 衝到我們大五地板去上方 也是一件很非常很吃力的行程跟工作 還有我另外再跟我們的局長講 我們現在南迴線在拓框嘛 是 我們南迴線 當然我今天經過的時候 還好那些 我們的路 也稍微有整理了 我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在拓框到道路的時候 那個我們 希望我們警察交通隊 要跟我們公路局講 如果路面有破損的地方 要趕快去把它修上 有時候已經隔好久才把它修上 這樣很危險 就是我們現在台九線在拓框嘛 對不對 有些我們的路面 下線 或是一些破損 要趕快把它修補好 這樣 這我們來跟公路當中保持 對 交通上要安全第一嘛 好 謝謝局長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蔡宇林議員 關心台版圖版 以及部落地區的一些 我們的生活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請張 主任議員質詢勳當時間 十分鐘 謝謝主席 呃 幸福的科技技術處長 呃 大家好 呃 在這裡我想請教我們 呃 教育處齁 您好 呃 處長 我們現在台東是 國中是有二十二所 是 國小八十七所 八十七嗎 八十七嗎 八十七 八十七 本期今天所要提的就是說 齁 台東因為 因為是比較 那 住 台東的行政區裡面 是比較散一點 齁 也比較廣大的 浮遠遼闊 那 學校呢 我相信 處長你來了以後 裡面發現台東一些問題 我們都導向民心學校 然後製造民心學校呢 然後這個民心學校的成績 我們都不以為然 也沒有特別的凸顯 所以 那自己鄉間的 國中小 也不至於很爛 那但是我們就感覺說 有一點不平衡 不平衡 怎麼講呢 因為私生的問題也好 教育設備也好 齁 教授也好 我想在這個分配的狀況之下 不平衡認為 齁 是有 很強力的要檢討的空間 那相對的就是說 為什麼不平衡會這樣講呢 你要看齁 我們 我們 看教育處來講 在分配支援的時候齁 民心學校會特別多 但是我沒有看到民心學校製造 這個培養出來的人才 齁 比如說聖大學啦 有特別的表現 並沒有 齁 表示說你成績特別好 也沒有 然後 當時你會製造出一個 給地方上 齁 從長冰啊 從池上一直到大五 到大五 到大五 縣 台中市 在那麼遼闊的股園裡面 學生家長 帶了很多的困擾 學生本身的休息時間也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你有 因為你有民心學校 啊大家都往公司來跑 家長負擔 學生壓力 啊 休息身少 這些問題 處長你沒有發現到這些問題 保委員 基本上 在教育處立場 我們一定是希望在各鄉鎮市啊 都能夠有很均衡的發展 那針對偏鄉的地方 到底是不是資源上面會比較薄弱 這個倒是可以跟議員保證啊 我們在整個教育經費的投入上面 跟在教育部的經費申請的部分 或者是花東基金 我們都優先的是以我們偏鄉為主 那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們如何去讓 整個學生的學習品質 能夠逐漸的提升 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 所以我知道我在這邊這樣講好了 上一期會學校本學有在強調學生的品德 品格跟品德 要特別加強 教育這一塊 這品德跟品格如果沒有 你就是哪一百個博士也沒有用 哪一百個售士也沒有用 大學畢業也沒有用 我們看到社會的亂象 我說希望教育當局能夠 能夠幫助家長幫助這個社會 幫助這個國家 培養的下一代 讓我們國家讓我們社會讓我們家裡 可以看到明天 我這句話應該 處長你可以領悟到我的意思嗎 是 這個部分我已經 從議員在登場的過程中 已經 知道說議員對於學生的品德力的 一個實踐是非常注重的 你認同嗎 我認同 那個才叫做真正帶著手的能力 是 那個處長 這個我們台東 台東是個邊緣地區 但是我們教育 教育狀況環境裡面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們在台東 又製造一些明星學校有沒有 沒有的 我感覺說 這是一個誤導 你這樣有的明星學校 學生那麼多 老師就是那些人 到底這個老師 你一個班 比如說先進國家來講 先進國家他講的就是說 迷你班 迷你學校 然後老師可以個別施教 那一個一堂課裡面 比如說 你的學生 每老師都可以到你周位 三五分鐘 個別跟你了解 跟你溝通 那對學生來講是好 就像我們說親子教一樣 等於老師跟學生都有不動 那你如果說明星學校 人很多 四五四個三十十個 老師來一下 你們回去看看 什麼什麼什麼 那是有其名 但是是不是有其死呢 所以我現在很懷疑這一點 我在看我們台東成績 之前我也看到教育 處長在第一會議室所提出的報告 我們台東的學校 國小國中 越來越來越來 你越高 成績降的越厲害 這是一個危機 所以我說處長 你很有擔當的意思是說 你能夠把這個缺點 講出來 那講出來以後 社會大作就看著你了 那就是面對的是壓力 面對的是責任 所以你願意去承擔 這一點我們是本習蠻肯定你的 所以我在這邊這樣講 你喜歡做事 喜歡把教育的這塊做好 所以本習會提出這個問題 我說你認為一個教育 一個家庭人是一樣 品德品格沒有 什麼都不用說 那都不好 那個直播是靠一個嘴巴在講的 很甜沒有錯 但對社會對家庭都沒有幫助 對他自己本身的未來的一生 是 我跟議員站在是同一個立場跟觀點 所以品德這個部分 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 在家庭教育這一塊 如果一開始就上市的那個功能 其實未來的發展上面 是會越來越負向的 所以我們就教育處而言 或者是家庭教育中心而言 我們都是一直很合作的在 希望能夠深入到家庭 然後也能夠在學校的 這個教學過程中 讓孩子的品格力 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這一個部分我希望說來加強 所以就像我們教育來講 教育也是一樣 我相信你們教育三大組織 就是家庭社會 家庭社會學校 這三大組織應該是環環相擴 所以我們講說 社會也有責任 學校也有責任 家庭也有責任 當然在這個複雜社會 變化非常強烈的狀況之下 教育的這一塊 你真的要把它落實到非常 那是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不是你教育當局 教育處的問題 社會問題 家庭問題 我想在這個部分來講 教育處來講 或是縣政府團隊裡面 也要多做廣告的教育 讓所有的家長 認為說下一代的 我們隨有責任 應該這些要徹底的去 讓社會大眾去了解 不是說小孩子 可以有學校去 我就沒事了 這一點你們這教育 教育界來講 我教育界 教育處本身做好 除此之外 你的家庭 你的社會 也要幫助學校 這是相對的 所以這一點 本身的看法 你可以認同嗎 可以 這一點我希望你是來落實 來落實 那請坐 謝謝議員 另外警察局 警察局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警察的人數過不過 現在警力其實各縣市都是缺乏的狀況 那是不是因為五多的問題 六多的問題 最主要就是前一陣子 退休的人潮很多 現在畢業的學生當分都是分給六多嘛 是 我們其他的縣市裡面會比較少 沒有對不對 然後相對的 以台東來講 我們退 這個 這個 退休 退休潮 好像有偏高嗎 今年有缺乏一點 現在又比較乏一點 其實我在這邊這樣講好了 警察局的團隊 我希望你們也聽到 有時候 人家說 一般市委來講 做官放火 百姓不得點燈 但是有時候我們警察局 官位 接位 比較大人 那些喊比較多 我上次會議我經常講 你警察局的任何長是一個主任 下個命令 有拍一手 給我們這手 底下就大地震了 就像我當初講那個教育處一樣 你一個科長講一句話給打給學校 學校就地震了 這什麼意思 我猜 所以這個警察來講 我是 剛剛我們黃議員提到 這個問題是說 人數 你說大五就切三十個 那我在這邊 意思是說 警察人員不破 但是 浮地了破 那 因為他們很辛苦 但是我一個觀念是說 你的績 不是說你要抓很多 抓很多 很多問題抓出來 抓出來 你會製造警察去故意 你 不限 你這樣意思嗎 我為了實機 那社會如果安全主要 你來實際上 應該也要有這個觀念 其他事情我們有時間我們再來探討 謝謝議員 我們謝謝張主任議員對品格教育的重視 的確是需要家庭和學校攜手共同來努力 那也對警力不足的這個狀況做了一個了解 那接下來陳志豐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陳志豐議員質詢 繼續搭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衛主席 這 剛才都看了 不用再看 謝謝 我早前看一張牌 欸 首先啊 我要先感謝我們警察局 的辛苦 在現場的 仔細的維護 總算 還算滿圓滿的啦 大家 都沒有 很激烈的衝突啦 這算是圓滿 謝謝 來 我接下來我要請 請教那個我們衛生機長 院長 這個看板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看板 這個 如果你聽不到你就來前面報告台怎麼樣 因為我前後續的都要問你的 來 這個看板你覺得怎麼樣 不是 議員在問我怎麼樣是指哪個部分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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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會申請嗎 是 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如果是問我 我是 我是拒絕的 拒絕喔 是 警察局長 你 你覺得呢 你 你覺得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是一樣 你請坐 社會組長 社會組長 這個你敢吃嗎 這個你敢吃嗎 警察局長 議員問過了 不敢吃 你請坐 教育處不用問了 一定不敢吃了 大家那麼多地都不敢吃 這太多地 你是聽不到嗎 我 耳朵有一點 你回去啦 我跟大家講 我這樣問啦 你看 因為我自己講好了 這個政府喔 你坐 你坐 這個政府犯了位置 換了腦袋 當初在國民黨 國民黨時代的時候 他們是如何的季節 日本食权進來台灣 什麼事實反對 要切副 要怎麼樣 要上吊什麼東西的 都來 現在換為民進黨執政 竟然可以在晚上11點宣佈說 哪時候要開始要公聽會 有10場的公聽會 一個政府是這樣的作為嗎 不是吧 你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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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 稍微沒有 套到8點宣佈 半天宣佈 晚上11點宣佈 宣佈要宣佈 宣佈要宣佈 宣佈 用一個 日本 日本食品 蘇台 宣佈 宣佈 日本食品 蘇台 宣佈 宣佈 他之前 蘇台都沒有在辦 宣佈 宣佈 美國 如果在問 我們這裡也沒有公聽會 澳洲也沒有公聽會 為什麼 你不覺得 抗議 為什麼 日本食品 蘇台 還有一個公聽會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日本食品 進來 台灣 何其多年了 何必 你要脫股子 放屁 還有一個蘇台公聽會 為什麼 幹嘛還有一個公聽會 我先跟我們主席解釋一下 因為今天有關係到衛生類的 說 不然說 我這個 不在執行單位 還沒說話 跟主席報告一下 為什麼還要一個公聽會 你在跟我們 我們這邊也是第九場 第九場 前面八場 看是什麼 抗議 抗爭 流血 還有什麼 黑道治國 還有什麼 什麼總統 原理都出來了 我們不談那個 我們抗議 我們抗議的下一代 我們來共產黨一代 我們每個都有子女 為什麼我們要吃這個食品 日本知名的 日本知名的一個 一個電視台主持人 為了證明說 他們的 311他們的 那個 他們的東西是可以吃的 結果 現在 得什麼 血癌 結果得血癌 你們日本都已經吃了 得血癌 你還把東西拿來 給我們台灣 子民吃 這樣對嗎 在311他們的地震的時候 是台灣人 捐贈的錢 是最多的 這是我們眾所皆知的 全世界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一個小島 竟然可以在日本國 我們把贊助和支援的錢 是全世界的統治 現在日本人 用這個手段 要對待我們 把他們無愛的 骨毒的東西 來給我們 教長你們在這裡 衛生機長 如果他沒有聽到 你們要幫他解釋嗎 有有 我有注意聽 他現在要拿這些東西 給我們台灣人吃 這樣對 剛才在區域的時候 我跟農業所 應該是分會 所長 我跟他說 我沒有這樣 我們台東八成 只要願意給你吃 我們政府國際輕人的要求 你們這裡 我們一個人送你們一趟好會 你們拿回家 你們都不要打開 趁你們住一個禮拜就好 趁你們住一個禮拜 你們在看你們怎麼使用 你們教 尊心在座沒有一個人教 我們核費後 我們台東的中央統統分配款 是以人口比例分配 我實在很想提議 我希望我們台東 這位是我們未來的管長 也要注意聽 一後一 如果我們的核費後 也比照中央統統分配款 各縣市都收回 以人口比例嘛 你們兩三百萬人 你們的依人口比例你們分回去啊 有夠稅 我們都是二十三萬人 二十三萬人 我們分一圈就好 這樣有一點少 你們在外面輸用後的東西 讓我們接受 讓我們來享受這個東西 我怕不怕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享受這個 你們快點 我們今天在開會 在那邊 又不怕不怕 又怕不怕不怕 我現在回答我們曹建丘先生的 他的建議 他哪說起來 他有提 他根本沒有講到 還沒講到話 我要回答他什麼東西 不怕不怕不怕 現場民眾都沒有人提出 他是他的看法 竟然說我可以回答你的提議 我不要叫 趕快叫我來介紹 這是詐騙 這是詐騙的 這樣求我們的台東人 求我們的台東人 這未來 我們好後 是要這樣處理得到 一個人 國管制本守法 我也不知道 像我們現在說的 自己的問題的本所 我們要討論 不能求我們 我們要討論 我們要被自己的 我們要來自行 要去使用 我要去 我們要去 做 我們要去做 我們要去把你 thành 現在我們讓人 讓人有更能力 讓我們去不及 把人把你當空 你們好起來 你們怎麼拿回來 你們自己的國管制服 我不要去處理這個 這樣還不可以 現在 二十幾萬人而已啦 要敢戰爭也沒辦法啦 真的八十幾萬人就輸了啦 不過我希望齁 台東人要再去啦 像這邊的宮廳會啦 實在是完全聽不懂 我們莫名議員在說 滿恨啦 政府真的滿恨啦 我希望齁 我是做這個機會 因為五星黨員嘛 這應該沒有配理我們的執行 我們國黨員真的 自己本身好 我們大家都共有任務 要修過兩次 結果每個人都沒有用這些 他們要開工廳為什麼不要 讓我們每個百姓 每個民眾都有意見 佛大時代 什麼 我們的道民 隔有染 是什麼處理 雙姓齁 loads知�齁 稍微一點營聚到的 comparing隔有染 什麼怎麼處理 好像好說把它們拿起來 有那個那片的汙染 有那個我們拿出來吃 這樣 這是我故人的意見 相信 在你們公務人員 你們可能會搬世公 好想 我來講出你們心聲 我如果是講出你們心聲 請給我打破一下 拜託你 謝謝 必須要 台東人必須要 謝謝 感謝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陳志豐議員 剛剛在農糧分數的 博命演出 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登記質詢的是 我們林從漢書記長 質詢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第二次發言 這次就叫衛生局 剛才在上半場的時候 本期在提出質詢的時候 我們當時在五月份 所定期會所提的 食品安全的知識條例 我這邊在這邊本席要求你 你訂出一個時程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食品資質安全條例 事實上我們內部在討論 因為我們現在內部討論 有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跟農業 農業這個部分 他們有一些執行上 有一些技術層面的問題 居然你要加把勁 因為我看到很多各縣市 都已經有了食品安全條例 這個是因為上次 食品安全的問題 凸顯得很嚴重的時候 本席常在五月份的 定期會來要求衛生局 趕快制定本縣的 食品資質安全條例 那本席在這邊再次的要求你 剛才就是我還沒有說得很清楚 那你這個安全知識條例 這個本席到時候 這個下個月來提案的時候 我還會再次的請各位議員 連署支持 你要爭定一個 也就是剛才陳師傅議員所講的 很多議員所關心的 這個 我看有很多縣市議會 有這邊要爭列 核災地區 生產的製造食品跟添加物 不得進入本縣 你現在還把我再重複念一次 我們有人在記錄 核災地區 生產的製造食品 與添加物 不得進入本縣 本席要講 不管我們所提的製調 有沒有抵觸中央法律 你就是要把這條 增到修訂文裡面 居然你聽得懂本席的意思嗎 我聽得懂 好 你聽得懂本席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核災地區 不是廣義的 狹義的說日本而已 我們應該把全世界的 這個核災地區的東西 都應該要來 那個縣管 好不好 好 居然請坐 那個 本席就叫你那個 教育處長 你好 來 錯 過去 台東縣的教育 學校評鑑 是一個非常 教育大拜拜的東西 至少我是認為這樣 我過去在教育界裡面 每次碰到這個 這個評鑑校戶 做了那個資料 比那個 十年讀的書還要多 平常沒有做的 趕快去拍照 平常沒有寫的 沒有統計的 趕快去統計 我們也是這樣過來的 但是這個不是所謂的 所有的教育人員 他的錯誤 因為基本上 所有的教育人員 在第一線工作的時候 他不見得 他有這麼多的時間 做行政工作 為了檢查 然後去做這個 為了評鑑 去做這樣的工作 但是過去 我們教育處也把這個 評鑑工作 學校的評鑑工作 列為教師跟校長的 這個考核的依據 本席認為這個是不妥 因為 就像剛才我講的一樣 有些假的資料 假的數據 假的畫面 當然不能夠馬上作為 這個 校長或者是教師 考核這個能力的一個依據 那現在 現在處長您 您在推這個 項目的評鑑工作 在學校 在全縣 本席給你一點時間 在那邊 你解釋一下 你所推的 現在目前 學校評鑑工作 跟以前的 有什麼不一樣 好 謝謝議員 給我這個機會 做說明 過去的學校評鑑 往往是在查核 證明學校 到底執行了多少 那我們這一次 啟動的 學校評鑑 主要是因為我們 在過去 就我自己 道任之後啊 一年多 我發現我們 學校彼此之間的 個別差異 頗大 然後 學校的學生 學習成就呢 也有一些狀況 所以如果我們 不借了 這個評鑑的機會 來盤點 台東縣 所有學校的 現有的資源 跟他們 對於當前 教育政策的 掌握程度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 為每個學校 去開一份 所謂的 校務發展的 建議書 所以我們 很清楚的定調 這兩年 我們所推動的 學校評鑑 叫做 整段式的 學校評鑑 而且呢 呃 絕對跟 校長的考基 還有老師的考基 是脫鉤的 因為如果說 要把這個 綁在一起的話呢 其實 一 一是造成民怨 二 打擊世系 第三 對於現況的改善 一點幫助都沒有 好 謝謝 初長的解釋 本行應該的想法 跟處長您是一致的 過去我們在教育單位 其實我一直覺得 教育單位是最多口號的 什麼角落教學啊 每一個政府進來 就是一個 每一個都是一個主題 但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這個教育工作人員 必須要應付所有的 現在目前教育政策 一下子這個 一下子又是教育 一下子又是教育 一下子又是教訓服 三合一 一下子又是這個 角落教學 一大堆啦 所以 初長我想請 請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 你要說服 要說服 你要告訴 現在在本縣 第一線教學的 校長 主任 教師 您要推行的 校務評鑑工作 是一種 診斷型的評鑑工作 您應該的意思跟我一樣 就是 經過診斷之後 我們覺得 小兒科 應該到小兒科 應該到內科 應該到外科 因為每一個學校的狀況 就像 處長您講的一樣 它的環境 它的教學地方都不太一樣 包括 校 包括 家長的素質 學生的素質都一樣 所以我們要跟針對不同的這個 譬如說 這個輔導的工作啦 教務的工作 訓展工作 是不是都做出一個 建議式的 來建議他們怎麼做 市長您是這個意思嗎 市長您是這個意思嗎 是沒有錯 跟議員報告 我們已經辦過三場的說明會 都明確的跟 所有今年12月要接受評鑑的學校的 校長主任跟教師代表 很充分的去說明 這個叫做診斷式 我們還特別強調說 如果有哪一個學校 刻意的又去用學校的經費 去印製很精美的假資料 我們都會認為這個是非常不妥的 也就是 請學校用平常心 而且我們所檢核的項目 都是屬於 學校基本運作裡面 他應該要做的 好 謝謝處長 處長本席齁 期待您在 教育台中線教育的這個環境裡面 做出一個這樣的一個診斷的評鑑 讓學校的環境 教學的環境 不管是教學環境 或者是這個 校園的這個 各方面都能夠 得到這個診斷後的一個改善的結果 當然要改善結果 但是本席在這邊也要提醒處長 也希望處長把本席建議的話能夠聽進去 就是 你現在有了診斷系的評鑑 柯先生 你也講了已經有三場的說明會了 那麼 我們要把這個診斷系的評鑑 不要把它列入這個教師的考核 您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老師 第一線的老師 他的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他會很真誠地告訴你 他現在學校面臨的問題 他教學面臨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是對我們本線的孩子 或者是本線的老師都有 都有好處了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好 副長請坐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林崇漢議員 對教育問題的持續關注 接下來我們請吳秀華議員 尋答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今天原本是沒有打算要這個 來做這個單位質詢 但是正好碰上了這個 農糧署在我們這個 今天在大朋友辦的這個 核災食品的這個公聽會 那首先我要先謝謝這個警察局 局長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派駐了這麼多的警力 這個警力可能比今天到場 這個參加公聽會的民眾要更多了 謝謝你們 還好沒有什麼樣的衝突發生 那其實我知道今天這個場面 已經非常的火爆了 包括我們這個台中憲會的議員 還有非常多的代表里長 還有很多反對的民眾 今天大家都有充分的表達出了我們的想法 那其實我知道在第一線的 那個這些員警 非常辛苦 其實他們心裡一定是認同我們的 謝謝你們 好謝謝你講 那今天這個提到這個核災食品的進口問題 然後 剛才應該也有議員問過了 還是要再確認一下 我們在場今天有幾個單位 四個單位是吧 四個單位 來在座的我們一二級主管 你敢不敢吃來敢吃的 請舉手 沒有 沒有齁那很好 我希望未來我們縣政府的這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絕對要跟我們站在一起 共同來反對 你們可以做得到嗎 可以齁 好 那再來我就要拜託這個衛生局 衛生局長 來你請起 局長 我們現在要制定這個食品安全自治條例 剛才林崇漢林議員也提到 我在這裡 懇求你 拜託你 務必為了我們 憲民的健康 你務必要把這個 關於這個 日本核災食品 不管是不是日本 只要有受污染的食品 就是不能進口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文字 就是要把它列到我們這個 台東縣食品安全自治條例裡面 你可以答應我做得到嗎 目前 目前我們現在在草泥的沒有 不過我們會加進去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加進去 而且盡快 請你們盡量 是不是在這個會期 就可以送進來 有沒有辦法 這個 這個會期 我們 你盡量 因為你要加緊腳步 不然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中央政府 可能在月底 就要開放這個食品進口了 對 我基本上 我們在草泥的方向 不會去針對日本 當然 不用針對日本 只要有受污染的食品 對 我請你們要做得到 最好在這個會期送進來 好不好 那這個局長 你有在議事堂答應我 台東縣市民都有看到 拜託你一定要加進去 好不好 這個會期 我不敢一定保證 因為他後面有很多 你盡快走流程 局長 你盡快走流程 但是我的重點是 你要把這個 拒絕這個核災食品 這些字也加進去 你做得到嗎 我知道 那局長 你請坐 謝謝 這個是關於這個核災食品的問題 到這裡 我接下來要請教的 還是我們要回歸到我要談教育處的問題 教育處處長請請 好 處長 前幾天就是我們國民黨議會黨團 在做了一個黨團會議的時候 請處長來做了一個 關於我們台東縣 國中小這個學歷的這個 這個一個數據的分析 當然你這些數據是沒有外流的 那也因為你到黨團來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讓我們才知道 我想很多議員跟我一樣非常非常的驚訝 我不知道我們台東縣的這個 國民中小學的整個學測成績在全國 竟然是敬陪莫作 而且是甚至比離島還要差 這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驚訝 我們在場的議員也都非常的驚訝 覺得這個很糟糕 就是我們已經已經確認是輸在起跑點上面了 好處長 那你到台東縣政府教育處有多久了 一年多 一年多對不對 那這一年多你訂了一個這個 台東縣的整個這個教育發展的架構 一年多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學測成績 依然是在最後一名 那可不可以 你是我看過這幾任處處長以來 最有行動力最積極的 你告訴我你要怎麼樣來改變 怎麼樣來改變我們這個 輸在起跑點的狀況 你簡單的跟我報告一下好不好 好跟議員報告 上一次看到那個數據其實可以證明的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你說我們現在就必須從國小一年級的 扎根的部分就必須開始 所以為什麼我會強調 市制律的監控 要讓市制律提升才有可能有後續的發展 市制是最基本的好嗎 最基本的 我們現在連市制律跟全國來比 我們都輸 好那這裡面會反映出幾個 幾個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學校教育這一塊呢 我們有沒有很清楚的看到 學生他真正不會的那個關鍵點在哪裡 那我們絕對不要再去談說家庭功能的不章 因為那個叫做藉口 而是應該說把家庭功能的不章 當作是我們更應該努力於教育的 主要的支撐的理由 這個我贊成 然後再來第二個部分 國小跟國中要花更多的時間 讓學區內的國中國小一起坐下來 去討論他們學區內 共同看到的學生的學習問題 所以這個是你們教育處主辦 有開始在辦的嗎 已經開始在動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現在啟動的 能力分組教學的部分 真正把學生的學習弱點那個部分 要切進去 不然的話他現在八年級 可是他的程度可能只有國小五年級或四年級 他永遠對八年級的東西是無感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已經開始啟動了 是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那你第一線的教職人員 就是我們國中小的這個老師 校長主任等等 他們是不是對您的政策了解 是不是有努力在幫忙推動這一塊 你目前推動起來有沒有阻力 就是我們為了要啟動這個能力分組教學 我們總共辦了兩次的說明會 然後還有幾次的會議 甚至我們還針對國音術三科的老師 我們利用禮拜六的時間 請外縣市具有這樣經驗的老師 來跟他們分享怎麼去做 那目前我們的規劃進度 就是在十二月的第二次月考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先邀教導主任來 我們再一次的去評估 經過一次月考完之後 你覺得你學校還有哪些自在難行之處 老師們有沒有反映出哪些困難 我們會希望利用寒假的時間 來再幫老師做真能 因為我們預定的進度是希望在下個學期 要把能力分組教學 向下延伸到國小的五六年級 好的謝謝處長您的努力 那我是想說您的這些政策是由上而下的 其實應該是要非常正確明確的 讓所有的老師跟校長跟主任都能夠支持您的政策 因為我覺得身為教育工作者 他們看到這樣的數據 我想應該也是一樣跟我一樣 跟當家長的我一樣 看到應該會覺得非常的難過 所以我還是想要說 再次的提醒處長您推的政策 一定要讓學校能夠接受 讓他們知道說他們是有責任的 當然除了家庭教育之外 學校教育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可以在您再任的這幾年之內 可以把我們的國中小的學測的成績 能夠提升上來 我希望明年甚至後年 我們最少我們就看到它的進步 進步兩名三名五名六名都是進步 我希望我們家長能夠有個期待 好不好處長 這個請您來評論一下 好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要跟您談到的就是 我們這次颱風受損的73所學校 不曉得目前的復原狀況如何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一般正常的教學呢 是 跟遠報告我們可以分做兩個部分 在復健的部分的進度 目前已經達到90.67%左右 然後設備的採購的部分呢 已經到了94.67% 所以完全目前應該都不會影響到 都不會影響到正常的教學 那這一點也謝謝處長你們的努力 再來我要跟您談到的是這個營養午餐的部分 我每個會期都有關心到這個議題 那這次呢 是因為我知道這個菜價長得非常的離譜 一直到今天 到今天去買菜 菜一樣是非常的貴 處長您知道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有沒有專人去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這兩三個月的菜價這麼貴 我們小朋友吃的東西一樣嗎 還是 就是這幾 這一兩個月就吃的比較差 我不曉得 教會處有沒有這個機制去關心一下 我們學校的營養午餐 我們前一陣子才剛進行了 學校營養午餐的一個實地的訪視 去瞭解 前一陣子是多久之前 應該是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吧 是 所以你們有去了解 對 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不要因為菜價上漲 然後苦了我們的小朋友 吃的東西就不健康 不營養 所以我還是要請這個處長 你們密切的 注意這個菜價 以及這個廠商 他們的因應的狀況 那未來可能你們在制定合約的時候 必須要把這個 譬如說像風災引起的這種菜價的上漲 它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午餐的內容等等 你們可能下次去投入的 營養能力規劃裡面 好謝謝議員 我們把這議員帶回去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謝謝秀華議員對教育的關心 以及在跟著青年的夥伴 在農糧分數為所有台東學校 學生的營養午餐食品安全把關 我們今天上午的會議到此結束 下午四分組審查及收集資料 散會